来两位老哥 反正这里的菜还是很地道的 可以可以可以 别客气 来 李董事长 感谢你和高老弟今天能够双脸顾约啊 我敬你们 对对对 李董事长 咱们临时集团可是北市最大的珠宝商会啊 以后我们哥几个呀 还需要李董事长多多提携 来 我敬你一杯 老张老师 你们客气了 公司里能有你们两个得理干将 是我林处下的东西 我和我老公 敬你一杯 老婆 我去趁许主见 你们先聊 好 哎 郭老弟 以后呢 还多怎么演 但 李董事长的以前 都没演一句呀 我老婆一贯心 你们的能力啊 他是看在眼里的 绝不会拍在大家的 哈哈 我这个电话 喂 什么 零食集团业主 手续是新国联储下 下台了 胸部破产 啊 什么 我老婆破产 林氏集团总经理刘天 见过大小姐 刘天 大小姐 特奉老爷之命来告知您 您的三个月失恋 自今日正式开始 目的是清楚 大小姐您身边一些虚情假意之人 林氏集团 已对外宣布易主 在外人眼里 大小姐 您已经破产 我爸为了磨炼我 还真是良苦用心啊 大小姐放心 我会在暗中帮助你 你有困难随时联系我 只要您通过三个月的试炼期 就可以回去接管 您是百亿资产 另外 老爷特意交代 本次试炼需对任何人保密 包括孤雁 包括孤雁 好我知道了 我和我老公 还有我工作的同事一起聚会呢 我先回包厢了 是大小姐 郭老爹 难道 林氏集团 真的破产 林总 真的破产了吗 我 哎呀 新闻外面新闻满台飞都在说 你破产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什么 这不可能是真的吧 爸特意交代 不能说我破产 其实是假的 哎 我林初夏 确实破产 现在 已经不是女士公开了 什么 北市对大的猪股摩尼集团董事长 说一组 说一组吧 真是呆死吧 本来想着让你给我们加些收拾 请你吃顿饭 没想到你说你破产了 竟然还在这给我们装逼 真是浪费老子的时间了 哎你们 明明是你们三番两次的非要请我吃饭 现在怎么怪到我头上了 我和洛徐 请的可是林氏集团的总裁 可不是你这个破产的落难狗 穷光荡 好一群落井下石的势力小人 刚刚还在这一脸阴心的震疼 现在就到我破产了 就翻脸不认人了 难道你们就富豪不顾起网瑞的领导情统 我呸 我和洛徐走去看你不顺眼了 以前你是林氏 一副天天高高在上的样子 你有什么贺德意的 啊 啊 你们别太过分 没事吧 老公我没事 我还得感谢我爸的安排 否则 能不能看清楚这群人的真面 一群势力小人 懒得我没有计较 老公 啊 什么你没赌的 平时 可都是我们伺候你吃饭 明天 别说你伺候我们了 来 给下我的杯酒 担上来 赶紧给我倒去吧 你们别太过分了 你们信不起 就算我不好 也是你们惹不起的人 行吗 咱们李总 惹不起 我好怕呀 我都要看看你这个臭娘们 怎么惹不起了 让你好好伺候你不要 以后 吃不明白的菜 你肯定吃不起了 来 我吃干净了 你放开我老公 你放开我老公 怎么一个靠女人吃饭呢 现在女人过产了 这是万物修画的份 老公 你们别动了老公 就别动了还是等不着 你收拢了 你没事吧 你们信不信 我也能让你们为自己的佐佐 走回腹市内地 我也能让你们为自己的佐佐 走回腹市内地 尊贵的保险客人 我们酒店钱财正在银长 请您到钱财结一下账 你们本质交费 总共20万 什么 20万 这 这么多 你们喝了很久 是我们本店的蒸草 1.5万 总共3.5万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太平 一共是20万 这 行 好吧 何谦啊 今天这顿饭 我们也得出一半啊 哎 老张 你傻呀 啊 今天这个饭 那不可咱们两个人白白白的请这两个穷本吃饭吧 啊 他以为李叔像 领导退位了 他不该 请我们员工吃了散火饭吗 哎 老学 还是你喝点啊 李叔像 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今天这顿饭 你请了 你要是不付钱 今天啊 你突破了分别人 不就是20万吗 我可以付 叔像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现在已经破产了 这20万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小数目呀 老公 你就放心吧 这20万我付得起 不过 付了这顿饭钱 他们的前程就彻底毁了 李叔像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是董事长的架势呢 你不是要付钱吗 你付啊 对不起 小姐 您的这张卡不能用 对不起 小姐 您的这张卡不能用 什么 不能用 不可能吧 那这张呢 不好意思 这张也不行 难道失恋期 我爸把我的卡都停了 不好意思 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就完成了 卜总经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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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不得了 不许多 你能不能用 我现在就知道 我现在就打些了 你 你都有人 他还有时间领你这个泡的茶 穷毛蛋吗 我 我和叶腿 生完到底你们谁买单 我说李初夏 今天这二十万你要是不付的话 我就让你躺这东西 我说你 你你们别乱来啊 我现在就去洗漫漫了天 初夏 你先生等我 我马上就回来啊 先生等我 早上 行 你这早上 刚才不是还急着保护你的吗 现在 怎么跑了 不如 我跟你说个主意 只要你今天晚上 陪我们哥俩睡一睡 这顿饭 我们付了 我们付了 无始 呀 我说你别害怕呀 当什么你总裁 啊当什么女强人呐 女人嘛 中国也要恒复于男人的身下呢 我让 我还没有尝过你总裁什么思维 哎啊 哈哈哈哈 看 你们这种不好吗 你他妈的老子闭嘴 实际上的话 就别吱声 等一下 哥几个为高兴了 也给你 享用享用 要是赶高兴 小心 放满都不好 我 我 哈哈 哎 你们别乱了 你们今天要去感动我 我保证 你们立马会被林市集团开始 并且逐渍美事 你都不行 手在这给我废话 让你伺候我没 你又伺候我没 哪那么多废话 放话手说 直接干个头 做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刘总协列 你怎么来了 哼 这个林 前任董事长 刚才大言不散的 在拜我们林医集团 我们就来教训他了 混账东西 我看要被教训的是你 我看要被教训的是你 林总爷爷 你 您这是做什么呀 敢对林总不敬 我看你是活腻碍 哎 林总 你没事吧 是我管教不力 请您责罚 不关你的事 刘总 你没看过新闻吗 林总下次娘们 已经不是董事长了 你为什么 还对他这么恭敬 我说了 就算我破产 我也是你们惹不起的人 刘总经理 他们两个人 看我破产 被落井下石 还强求要求 这样 林市集团 结果人员 是林总 来人 即刻罢免销售部 顶离张云 财务总监徐昌 逐出北市 下令封杀 还有 刚才你们哪只手动的林总 狗买他哪只手废了 狱乐狱练 不要啊 不要看说我们呀 我们知道破了 是 林总快点 我 我们有点不是泰山 你就放过我们吧 住下 你帮我扶着行 你放过我们吧 还敢直呼我们林总的大名 林总根本就没有破产 林老的夫妇林总来试验 就是为了删除你们这些 虚拳不亚一个人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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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林总 我跟你道歉林总 我算错了 你不要太说我 我不能是一个人工作呀林总 林总 求你们 求你原谅是 我跟你们磕头了 哎 求你原谅我一次 我刚刚给过你们机子 是你们自己不要的 你们这次经验 让我那么火急 透透 林总 林总 您受委屈了 林总 您受委屈了 您放心 这几个臭虫绝对不会再出现那北市 这里没什么事了 你先走吧 是 您走 但是你对不会再出现那边 你自己不便宜 我会再出现那边 那边 我会再出现就 我会再出现那边 再继续 我得去临时进门兑线工作 那我你先回去 老公正好 我也有些私人物品还在临时 我要回去忙 我跟你一起吧 行 好 哎 这是我之前的秘书小敏 小敏 哟 这不是咱破了惨的总裁 你一初夏吗 你还来公司做什么 我 王安过来 我告诉你 现在临时集团 不欢迎这些乱七八糟的人 这种人绝对不能放进去 您放心 我绝不会放他们进去 那你还不赶紧把这些不三不四的人赶走 省得在这儿脏了我们临时集团的地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走赶紧走走走走 虽然我破产了 现在不是临时集团总裁 但我也曾经是你们的领导 你们怎么能这样 你以前确实是我们的总裁 但你现在不是了呀 怎么就不能这样对你了 就是破了产的人 哪有个格格来我们临时集团 走 赶紧走 等等 我公司和临时集团还有合作 怎么就不能进临时集团了 还有合作 行 你可以进去 但临初下一个破产的废物 不能进 那我要是偏要进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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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初下你脸皮真厚 说了不准进就是不准进 你也太过分了 这位小姐 你怎么能拿水破人呢 临初下脏兮兮的 我好心帮他兮兮 你们应该要感激我呀 就是就是 小美秘书好心帮你们 你们居然还指责他 真是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 我劝你们还是赶紧跪下 给小美秘书道歉 果然啊 虎罗平原被逞弃 这句话没骗人 出下 你敢骂我是狗 我打死你 像你这种人说你是狗 还侮辱了狗 你们不是想进公司吗 我可以让你们进 但你们必须 把地上的水 都给我跪下舔干净了 否则 你们只想进去 你做梦 既然你不愿意 王安去 摁住他的头 把地上水给我舔干净 摁住他的头 把地上水给我舔干净 你 放开我 你们是自己舔 还是我让保安帮你们呀 你放开我呢 我们和林氏集团有合作 你这样做 无法丢了工作吗 林书夏都破产了 你和林氏集团的合作 说不定我们现在的总裁 正想停止呢 我会判你们告状 行啦 赶紧选择吧 小敏 你敢这么对待我们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你一个破了产一无十出的废物 怎么让我付出代价 我劝你 现在就放了我们 否则你等下就收拾东西 立马从林氏集团滚带 并且就此封杀 哈哈哈哈 那我真的好怕怕哟 我现在也给你一个机会 你主动跪下 给我舔鞋 我这次是放过你 你做梦 那你就给我好好舔鞋 你 你 你好大的岚子竟然敢对我们林总动手 刘刘刘总经理 你你怎么来了 闭嘴 等一下我给你们算账 林总 你和高总没事吧 我没事 老公 你怎么样 我也没事 刘刘总经理 真是没想到呀 公司里竟然有这么多 狗眼看人低的员工 我老公可是你们公司的合作伙伴 竟然被这么对待 你既然来了 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林总 您请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打购 刘总经理 闭嘴 竟然敢得罪我们林氏集团的合作伙伴 我看你是活腻了 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 滚臭门林氏集团 林总经理 不要啊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哼 你不敢 你要是不敢 竟然敢在我们公司门口 羞辱我们尊贵的合作伙伴 还不赶紧给林总和高总道歉 你说这样高总 对不起我该死 求你们原谅我一次 别让刘总经理开出柜呀 别让刘总经理开出柜呀 我刚刚就给过你一次机会 我就让你放了我们 但是你非但不放 反而变本加厉 现在求饶 晚了 刘总经理 我希望贵公司能够给出诚意 以后别再让我看见这个人 是是林总 我立马下封杀令 不要看出我 我真知道错了 你赶紧给我滚蛋 不要在这儿找我们林总的一眼 快滚 林总林总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要是不听小美秘书的话 针对你们 我们的工作就不保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我们知道错了 林总 林总林总 林总我们上于冷下于小 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林总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了我们这次 初夏 这两个人虽然助纣为孽 但也是迫不得已 既然他们都已经下跪 诚心认责道歉了 要不 你们听到我老公说的了吗 虐待你们是出饭 这次就放了 还不感谢我老公 谢谢高总 谢谢林总 谢谢高总 谢谢林总 谢谢高总 谢谢林总 高总 这次真的是抱歉 让不长眼的员工 惊扰到你们 我在这里真诚地向您道歉 刘总客气了 你已经处置他们了 就算已经交代了 高总这次来是核对项目的事吧 我带你们进去 不用麻烦了刘总 我们自己进就行 好 那我先走了 初夏 你们这个刘总不错 没有因为你破产就带满我们 老公 你现在可是临时集团的合作伙伴 刘总经理给交代 也是应该的 说的对 老公 我们回家还得买菜做饭 咱们也有多没带陷阱 你先进去 我就取点钱 行 那我先进去了 您初夏 我做错事 已经被临时集团开除 受到了惩罚 就你帮我说说情 让刘总经理高开贵手 别封杀我 我 这一万块钱信力 求你了 求你了 你既然知道错了 我会跟刘总经理说 收回封杀你的命令 但是下不为例 谢谢你 张主管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的钱都给我女朋友了 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我现在吃饭都成问题了 你就行行好借我点行不行啊 主管 上个月工资 不早就提前月支给你了吗 还要借钱 没有 赔你滚 你还要借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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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 你别这么绝情啊主管 大伟 高朗航 你怎么来这了 真的是你啊 你在这干什么呢 哎呀没你的事 不要搅了我的好事 走开走开走开 张主管 我是真的没钱吃饭了 哎我记得咱们上次不是还有 项目提成还没给吗 你把钱借给我 从我项目提成旅扣行不行哈 主管 我呸 那什么项目提成 200块钱 不是早发给你了吗 不对吧主管 那项目提成明明是2万呀 明明是2万呀 什么2万 我看你是缺钱缺风了吧你 不对张主管 你别走 你把话说清楚 那2万是不是被你撕吞了 是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两百块钱啊 算是我给你的小费 再他妈死长了的 别怪我不客气 张主管 你撕吞我的项目提成 你不怕我够犯你吗 这样吧 2万我也不要了 你直接给我1万 这事就过去了 怎么样 你他妈敢威胁了 看我不弄你 住手 大伟你没事吧 你怎么还在这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不是大伟啊 我是来他合作的 臭小子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大伟是我兄弟 你苏敦他的项目提成 还把他欺负成这样 这事我管定了 臭小子 我看你是找打 住手 张主管 欺负我老公和手下的员工 你好大的威风啊 你好大的威风啊 林总 不对 你现在破产了 你不是林氏集团的总裁了 你怎么还带着你这个吃软饭的老公进来 我又没有做对不起公主的事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够了 你居然是我们林总 大头 你居然是林初夏的老公啊 是 大伟 你别担心 这个事 你们会帮你的 帮我 这林初夏还没破产的时候 你可靠老婆吃软饭的废物说帮我 我还勉强回信 可是林初夏都破产了 你们两口子说不定还不如我呢 你帮的了什么呀 大伟 我老婆的公司 我老婆的公司 竟然破产 但我的公司和林氏集团 还有合作 肯定会帮到你的 没错 我和我老公一定会帮到你 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 真是可笑 林初夏 你现在都破产了 林氏集团都不是你的了 你觉得 没了你的帮忙 林氏集团 还会和你这个废物老公的公司合作吗 还会和你这个废物老公的公司合作吗 我现在是破了下 但是林氏集团 不会因为我 和我老公公司结合 真是天真啊 就你老公那又换一条的公司 没了你的帮忙 我相信 等待他的 只有解约一条 你现在自身都难保 还在这多管闲事 真是不知所谓 会不会和我老公解约 这事你不用管 但现在 我要你 随随大尾的提成 还给他 我呸 老子吃下去的东西 就没有吐出来过 你一个 一无所有的臭娘们 想管老子的闲事 没的没有 张志管 你怎么能这样 就不怕这件事情败露 你的位置不保吗 臭小子 你还想告发我 高朗 你们疯了吧 这张主管可是项目部的主管 只有总裁办的人才能动他 你们要告发 可别牵连到我啊 大尾 你怕什么 就算这件事情败了 被惩罚的 只有张主管 不会牵连到你 不会牵连到你 张主管 我劝你 现在赶紧把人家的项目的奖金还给人家 否则 否则 到时候 你后悔都没得后悔要吃 我呸 你真的还当自己是临时集团总裁 你要搞清楚 你现在是一个破了产 你现在就是一个废物 一个破了产 连我脚趾子都不如的东西 还后悔要 我看该吃后悔要的人是你吧 你 你什么你 我告诉你 以前我对你毕恭毕敬 是看在你是总裁的份上 但是现在再不滚蛋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张主管 你年薪百万 何必为了区区两万块钱的项目 提成赠送了前程 你现在只要把两万块钱还给大尾 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了 什么的 你敢威胁我 我告诉你 一分钱我都不会还 你也太嚣张了 大尾 你给我听好了 我给你两个选择 如果你想留下来 要么把他们赶出临时公司 我给你一千块钱小费 要么和他们一起收拾东西 滚出临时公司 滚出临时公司 张主管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就过分怎么了 大尾 还不赶快选择 是想要工作 还是想要被开除流落街头 我可只给你一次机会啊 大尾 你不用担心 你是我好兄弟 我不会让你流落街头的 你要是愿意到我公司来 我肯定给你安排好工作 主管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留下来 大尾 你不用怕他 他 高朗 你不用假好心 这临时集团 可是北市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不管是环境还是待遇 都不是你那个小破公司能比的 我是疯了还是傻了 去你那个公司跟你喝西北风 我老公明明是好心帮你 你怎么能说他是假好心呢 我呸 什么好心 我看他根本就是不怀好意 表面上说是为了我好 暗地里 还不知道暗什么好心呢 万一我真的去跟他 那个公司 说不定他会安排什么 低贱的工作羞辱我 大尾 我拿你当兄弟 真虽为你着想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没办法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也不要这么说 大家都懂好不好 老公 我看他和张主管 就是一丘之鹤 不值得你对他这么好 我们走吧 别管他了 好了 谢谢 你都好 我想大尾 他肯定要误会我 没有误会 你高朗说不定就是这种人 好了好了 你也不要摆出这份样子 好吧 你也不要摆出这份 你也不要摆出这份 我选择留下 你们不用开除我好吗主管 大尾 这么选择就对了 既然 已经做出选择了 还不把他们赶快赶出去 好的 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滚 你们别动我老公 我们自己会走 你们这种人 不值得我们帮助我们走 大尾 我是真的为你好 刚刚听说你需要钱需要多少 我帮你 大尾 你可别听他胡说 你可别听他胡说 这林初夏 这才刚刚坐下 说不定他自己都欠一屁股债 哪有钱借给你啊 江主管 江主管 你不要在这挑拨离间 多的钱我们是拿不出 但是我不喜欢 大尾 跟我说话 够了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有钱吗 再说了 你有钱你会借给我吗 大尾 我老公好心帮你 我老公好心帮你 你怎么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质疑他的真心呢 我们真的是有钱能借给你 哼哼 林初夏 你们现在也不看看自己 你们这负穷酸药 恐怕全身上下连一千块钱都拿不出来吧 你们也就只能去骗小孩子罢了 张主管 你不肯帮大尾就算了 你怎么还不挡着我们不让我们帮大尾呢 我有吗 你就再相信我一次 我一定能帮你渡过难关的 这 我可是要借一百万的 一百万你能借吗 这么多 那 那我想想办法 没有就没有还想办法 我兄弟你当我是傻子吧 大尾 不过是一百万而已 我们拿得出 你们在说什么大话呢 还一百万而已 你醒醒吧 你已经破产了 张主管 我是破产了 但我老公工作还好好的 一百万我们不是拿不出 爸 虽然我一时办法拿不出一百万 但你相信 我可能会帮你 真的 真的 大尾 你确定 他们会借钱给你 你要是跟他们走了 那你以后 也别来临时集团了 哎呦张主管别别别别 我没有 我没有想跟他们走 没有没有 张主管 你别太过分 你怎么能威胁大尾呢 你怎么能威胁大尾呢 哼 大尾 你自己说说 是我威胁你吗 你好好说说 好 周管 你没有威胁我 你哪里能威胁我呢 你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我好 就高朗和他那个破了产的黄脸泼 哎 现在指不定东里一百块都没有呢 比我穷还说不定呢 哈哈哈 说的没错 就他们刚破产的穷三样 能拿出一百块钱就不错了 还要借给你一百万 这种谎话鬼才信呢 你们别瞧不起人 别说一百了 就是一万我也拿得出 哈哈哈哈 临初夏呀临初夏 没想到 你都破产了 口气还这么大 你还以为你是霸道总裁呢 行了 我没工夫和你们白扯 大尾 抓紧钱把他们轰出去 你们赶紧走吧 否则别怪我动促啊 大尾 我老公好心帮你 你就是这么对待好兄弟的吗 我呸 什么好兄弟 别恶心人了行不行 走走走 赶紧走赶紧走 是我哥们三次 初夏 等等 等等 老公 大尾这么侮辱你的心意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初夏 你想干什么 他们不是说我们穷鬼没钱 吃上粮一百块钱都拿不出来吗 现在我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 AOA 你还想证明你们有钱不成 没错 你们敢跟我赌吗 有什么不敢的 赌你连一百块钱都没有吗 陆汉 这算什么赌约 咱要赌 干脆赌大一点的嘛 对啊 要赌就赌大一点的 我赌你身上 没有一万现金 好啊 一万就一万 那既然要赌 虽然是要有赌注的 如果我们拿得出一万 你们两个 必须当场给我们道歉 好啊 但是如果你们输了 就从这里跪着走出去 等一下 初夏 我身上 哪有一万块钱现金啊 这不去摆明了给我们下套吗 咱们可千万别上邓啊 呦 你这个吃软饭的小子还挺聪明嘛 就故意给你们坑你们怎么了 难道 你们不敢赌了吗 不敢赌了吗 既然不敢赌 那就立刻滚出去 我们赌 初夏 你就别赌了吧 要是赌输了 我们以后还怎么来这里签合同啊 老公 我既然敢跟他们赌 就有一定的把握 你相信我 真是不值死活 赶紧把钱拿出来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看你们 跪地求饶 痛哺流涕的样子了 赶紧拿出来 拿不出来的话 跪下认输啊 你们急什么 我现在就拿出来给你们看 看他这赌听的样子 难道这破了场的娘们 还真能拿出一万块 不成 大伟 哎 你拿个钱还磨磨叽叽的 我看你们根本就是没钱吧 你们怎么能抢我包呢 还给我 大伟 你别太过分啊 你 我看你们翻了半天也翻不出钱来 我这不是包你们吗 这不过分了 董事官 你说的还真没错啊 这包里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真的一百块钱都没有呢 林初夏 你的一万块钱呢 在哪呢 我们怎么没有看到呀 你们别猜我东西 你们太过分了 撑马的 谁让你碰我 你他妈存心找死 高朗 你敢动张主管 我看你找打 你们干什么 别碰我老公 我警告你们 再对我老公不客气 我一定是让你们付出代价 我呸 你一个破了产 只能在家当黄脸婆的家庭主妇 还在这放狠话 你以为 你还是公司总裁吗 少他妈废话 现在是你们输了 抓紧时间 跪地求饶 耳朵聋了嘛 还没赶紧跪下 等等 谁说我们输了 谁说我们输了 怎么 林初夏 你这是要毁约吗 我可告诉你 你现在不履行赌约 我立马叫来保安 和公司所有的人 让你这个昔日的总裁 和你这个吃软饭的老公 在公司丢进脸面 被扔出去 张主管说的对 高朗 我劝你还是识相了吧 赶紧跪下认输道歉 要是我们全公司的人 看到你现在这么狼狈 说不准 以后我们和我们公司的合作 就到此为止了 陆下 要不咱们就认输吧 认输不可怕 要是因为 丢了合同才不值得呀 老公 我们没有输 也不能认输 哼 我看你是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抓紧时间旅行赌约 否则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不够了 你是不是男人啊 这家里的朋友不听话 赶紧调教呀 不然等铸成了大错 那可就完了 我们公司和临时集团合作 不能丢 不就是认输吗 咱们认就是了 老公 这赌约我们没有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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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 就在纸包里 这里面是一万块钱 你哪来的 这是小米要我帮忙 您发给 原来是这样 大伟你看 这纸包里的就是一万块钱 我现在把这一万块钱借给你 你总可以相信我了吧 好 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吧 不是 你拿一个破纸包骗我说里面有钱 在你眼里 我就那么好骗吗 我不是啊 大伟 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你拆开看看就知道里面有没有钱了呀 我是不会相信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可不是吗 谁家会把钱包在纸里 真拿我们好骗啊 林初夏 既然你们不认输 那好 我现在就叫保安 押着你们旅行赌约 萨主管 我去给您叫 你等着 等等 萨主管 我去给您叫 你等着 等等 我说这纸包里有钱 就是有钱 不信你们可以拆开看看 我到底有没有骗人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大伟 把纸包捡起来给我 就是一破纸包 何必脏了您的手呢 我看了根本就没钱 哼 谁要拆 林初夏 你给我看清楚了 我现在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这纸包里面 要是有一百块钱 我头拧下来 给你听 张主管 你可看清楚了 这里可不止一百块 而是整整的一万块 你需要一张一张去数吗 你居然这把钱 包在这么丑的纸包里 我喜欢 有问题吗 这钱是我们的 你不能拿走 嫂子 高朗哥 你看嫂子怎么说话呢 你刚不是还说了 这钱要给我的吗 刚刚已经给过你 是你自己的钱 所以这钱 所以这钱 不是你你怎么这么空门了 哎 你有这么多钱 怎么就不能给我一点呢 老公 你别听他的 这个钱 我们拿得出来 是我和我老公赢了 现在 你们是不是该履行赌约了 赢了又怎么样 履行赌约的事 你们想都别想 就是 什么赌约不赌约的 大家开玩笑吧 你们两口子不要当真啊 你 你们既然出尔凡尔 什么出尔凡尔 行了 别耽误我时间赶紧滚出去 赶紧的没听到吗 走走走走 别逼我动手啊 如果待会闹下来 丢脸承担后果的 可是你们两口子 我们算了 老公 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 出尔反尔的人 张主管 你确定你不履行赌约吗 履行个屁 大卫 赶快叫保安 把他们护出去 赶快叫保安 把他们护出去 好嘞 张主管 张主管 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是再不履行赌约 我保证 立马开除你 让你彻底离开临时集团 我呸 林初夏 你破产了 脑子也进水了吧 一天天的静说大话 还开除我 有本事 你开啊 你开啊 张主管 放完我带来 来的正好 立马把他们两个人 轰出临时集团 好 放开 你放开我吧 你这样做我会让你不屈带我 你他妈敢威胁老子 今天老子费点教训教训你不可 你们在干什么 刘刘总经理你你你你你怎么来了 公司不是你的家 公司不是你的家 你在公司里胡作非为意就罢了 竟然还敢对公司的合作伙伴出手 你是想找死吗 刘总经理 刘总经理 你看看你公司的员工把你老婆打成什么样了 林总 高总 真的是 真的是对不起 让我公司里这不长眼的欺辱了你们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刘总经理啊 你别误会 你听我解释 还在这儿狡辩 难道你没有欺辱林总和高总吗 我 刘总经理 我要你们立马开除张主管 林氏集团有这样的独留 简直败坏了林氏集团的风气 林初夏 你给我闭嘴 你只不过是一个破了产的臭女人 你在这儿竟然敢命令刘总经理 我看你是找死 你给我闭嘴 你当时我的面还敢在这儿欺辱林总 我看你是昏腻了吧 刘总经理啊 他只不过是破了产的臭女人 你怎么为了他 打我这个公司的元老呀 看样你还是不知道你错在哪里的呀 我不但要打你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被林氏集团开除了 马上给我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马上给我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为什么呀 刘总经理啊 我可是公司的元老啊 为了公司干脑徒弟这么多年 你怎么能开除我呢 张主管 看来你还是不明白 林氏集团一向沿重合作伙伴 但你今天不但欺辱我这个前领导 还对我老公驱赶打骂 这些就足够你被开除无数次了 不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哎 对 能开除我的只有总裁办的人 就算刘总经理你 你也没有资格开除我 我已经被正式任命为总经理 不用请示总裁就可以开除你 你现在已经被林氏集团开除了 不再是林氏集团的员工 反正把他丢出去 不要 不要 刘总经理 我错了我真的要错了 不要开除我 刘总经理我真的要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再也不敢了 你得罪的是林总和高总 除非是林总和高总他们能够原谅你 否则你是没有资格留在林氏集团的 否则你是没有资格留在林氏集团的 林总 高总 我错了 求你们原谅我 我不该那么对你们 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呀 求你们原谅我 原谅我呀 老婆 以前你是他领导 怎么处理 听你的 好 张主管 我和我老公给过你很多机会 是你自己不珍惜 你也别怪我辛苦 是你太过分 广安 出来去 我这个 我把你放 我把你放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我不该被那个张主管威胁就针对你们 我错了是我错了 我下次不敢了 我也是逼不得意才这么做的呀 好兄弟好兄弟抱我一马吧 不想 大伟 毕竟是我 好兄弟 这一次他也是被威胁的 要不就饶他这一次 老公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大伟 听见了吗 还不赶紧谢谢林总和高总 好好 谢谢林总 谢谢林总 好兄弟好兄弟 谢谢 还不赶紧去上班 林总 我 高总 这避免再有不长眼的冲撞了 请您随我到政策区去 然后这些钱的话我找人收拾好了 你们坐过去 既然我现在都已经破产了 刘董经理以后叫我林小姐就行 老公 我爸 这该死的高了 不是说什么合作伙伴很厉害吗 怎么缺钱缺的连电影上的钱都不留给我了 这马上就要交房租了 可怎么办呀 哎好兄弟 借点钱给我呗 你把包还给我你干什么 你这么凶干嘛 好兄弟 你看看你老婆这么彪悍你也不管一管 我只要钱包还你便是 钱也得还给我们 不问自己就是头 哪有你这么借钱的 大伟你这直接上手不太好吧 兄弟 你看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我只想给你借点钱 你难不成要见死不救吗 我们可是好兄弟呀 初夏 你要不这钱 就给大伟吧 不行 老公 你忘了他刚刚是怎么对你的了吗 林初夏 你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呀 刚刚我也是迫不得已 而且我也跟你们道歉了呀 那你初夏 算了吗 得然而助求求人 更何况 一万块钱而已 能帮助好兄弟 我心里也高兴 我心里也高兴 行吧 大伟 我希望你别辜负我老公对你的好 呸 就这么点钱还想收买 门都没有 当然了好兄弟 你的好 我可是记在心里一辈子的 老公 我感觉 你这个兄弟不靠谱 这一万块 怕是打水漂了 嗨 咱家也不缺这点钱 不还就不还 我去个洗手间 就这一万块 够谁花的呀 这该死的高了 明明那么有钱 就只给我这么点 真是口门又小气 哇 这谁落在这的 天呐 这么大的钻戒 恐怕得卖好几十万吧 我这是发财了 咱俩 哎大伟 哎 厕所是在里面吗 哎 对对对 就在里面就在里面 好好好 哇 我刚刚看 老公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我刚刚碰到了项目的负责人 就一起去办公室 谈来谈项目 现在合作已经谈好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走 各位请留步 这是罗总来我们临时集团谈合作的 现在他价值百万的定制钻戒不见了 回忆被人偷走了 现在请你们配合调查 哎这个罗总丢钻戒关我们什么事啊 我还有工作要处理啊 让我先走了 抱歉 罗总是我们临时集团最重要的贵客 现在罗总拉在西路台的钻戒丢了 所有人必须马上配合调查 要是有检战戒的 要是有检牢钻戒的抓你还回来 要是等查出来 后果自负 嗯 这我们都没有看到 你要我们怎么配合调查呀 你要我们怎么配合调查呀 那既然没人承认 那就需要收拾了 请你们判好对 只要检查过了 就可以走了 收拾 完了完了 这一收拾 钻戒不就暴露了吗 不行不行 我得想办法 请配合调查 等等 我刚才看到他去了洗手间 罗总放在洗手台上的钻戒 说不定就是他拿的 大伟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怎么能污蔑我呢 大伟 你可别胡说八道 我老公绝对不可能偷罗总的钻戒 高老 你就说你刚才有没有去洗手间 我是去了 但我没有看到什么钻戒 更没有麻呀 高老 到现在了你还不承认 罗总的钻戒就在洗手间丢的 刚好你又去个洗手间 那不是你拿的 谁拿的 罗总是吧 是你拿了我的钻戒 罗总 我没有 我连你的钻戒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偷钻戒呢 我怎么可能偷钻戒呢 去你的吧 什么叫不缺钱 谁不知道你林初夏刚刚破产 说不定负债累累才去偷钻戒的 大卫你别胡说八道 我是破产了 但我没有负债 我老公公司也还好好的 所以 绝对不可能是我老公偷的 林初夏 你别狡辩了 去过洗手间的 只有高朗 就是他拿的 高朗 罗总的钻戒是定制的 卖是卖不出去 你要是拿了 抓紧还给我老总 我没有拿 再说了 那个洗手台除了我去过 大卫也去过呀 我去的时候 你正好回来呢 原来大卫 你在我老公前面也去过洗手台 那么最大可能 那个钻戒是你拿的 你别胡说八道 林初夏 我这个人 一向光明磊落 怎么可能去干那种 偷鸡摸狗的事情 就你 还光明磊落 你可别玷污了这个词 你们休想诬蔑我 明明就是高朗拿的钻戒 行了 你们都别证了 既然都不是拿了我的钻戒 那就速身吧 你们敢让保安速身吗 你们敢让保安速身吗 这有什么不敢的 罗总 我深圳不怕影子歪 来先坐我先坐我 来来来 罗总 没有找到钻戒 看到了吧罗总 我是无辜的呀 转戒就在他身上 快给他收身吧 哥了 你既然不承认转戒是你偷的 你敢让保安收身吗 罗总 我问心无愧 你们随便搜 等转戒搜出来了 看你怎么就变 罗总 转戒找到了 你看到了吧 够了 你看这什么 你还说你没偷 这 我肚里刚刚没有 这 我不信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嗯 是我定制的钻戒 你说一下 破产了 难不成 真的 堕落到让你老公 偷钻戒的地步了吗 这 老公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是相信你没有偷钻戒的 我是相信你没有偷钻戒的 我 我真的没有偷啊 我不知道这个钻戒什么时候就跑到我兜里去的 我兜的刚刚明明没有的 高朗 这戒子就是从你兜里找到的 证据确凿 你还狡辩 好兄弟 你还要不要脸呢 我 我真的没有拿呀 罗总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现在就给刘总经理打电话 让他调查清楚 刘总经理 刘总经理 罗总的关系丢了以后 不知道怎么就出现在我老公手里 我要你都用所有的关系 调查清楚 还我老公清白 是 刘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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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我都要笑脸性 你破产了 你还以为你能指挥动刘总经理 看起来你破产 老子受了费大的打击 是不是脑子坏了 罗总 他们 他们偷了您的百万赚钱 这种行为实在太过分了 你必须严惩他们呀 大伟 我对你那么好 还借钱给你 你怎么弄恩将仇报呢 你怎么弄恩将仇报呢 我说高了 你还好意思说 你说你一个堂堂的公司总裁 你给我一万块还要让我还 这叫什么好 你不要玷污这个词了行不行 老公 这次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吧 以后我们离这种小人远一点 我呸 你才是小人呢 罗总 我看他们呢 就想要拖延时间 你赶紧严惩他们呀 你出家 我看在我们曾经合作 还有钻戒完好无许的回来份上 你和你老公给我道歉 这事就算完了 罗总 你怎么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呢 他们偷了您的钻戒 必须要让他们跪下磕头道歉才行呀 那罗总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啊没关系我帮你 高了你还愣着做什么赶紧给罗总磕头道歉 你放开我老公 你凑个娘的 我今天忍你很久了 你这么在乎你老公是吧 你先给他跪下 大伟 你干什么 你给他打书下 我偏要打 林书下 给我过来跪下道歉 住手 住手 放肆 谁让你们给你动动手吧 你走你没事吧 我没事老公 你没事吧 我也没事 刘总 您怎么来了 罗总 您的钻戒丢了以后我们便开始调查 现在我过来自然是告诉你 谁才是偷了您钻戒的人 大伟 现在刘总经理来了 爷已经调查清楚 钻戒是谁偷的 这个时候 你想去哪呀 我都要急去洗手间 去洗手间 大伟 你不是污蔑我偷钻戒吗 现在刘总来了 就是还我公告 你还是等会再去吧 刘总经理 那你说说 我这个钻戒是不是高朗偷的 刘总 偷钻戒的人是大伟 刘总经理 偷钻戒的人明明是高朗呀 那个钻戒都从他兜里找到的 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刘总经理 你没搞错吧 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偷的 对对对对 你们没有证据证明是我偷的呀 哼 我们查到就是你偷的 我们查到就是你偷的 你现在不是要讲证据吗 小张 把钻戒拿去做一下检测 看上面都有谁的指纹 嗯 这个办法好 就是贵费时间 大伟 你最好现在就承认 钻戒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等会检测出了结果 到时候可就完了 大伟 我们兄弟一场 我在最后好心劝你一句 是你拿的就赶紧承认 否则等证据确凿 你就彻底完蛋了 我 我 大伟 你还不从事招来 你再敢撒谎 我们临时医院就把你彻底封杀 让你在北市再也待不下去 六种经历不要 我错了我错了 我以为那是没人要的 我才拿的 我错了对不起 果然是你拿走的 我就知道你是贼汉捉贼 现在真相大白了吧 大伟 既然是你拿的 为什么要栽赃到我头上 你怎么都这么动 我也是贵民心教 一时慌了才这样的 一时慌了才这样的 兄弟好兄弟 反正钻戒罗总已经拿回去了 刘总经理 你千万别开除我 闭嘴 你做出这种事 还敢污蔑好人 像你这种人 我们临时集团可留不下你 你现在被临时集团开除了 不要不要刘总经理 我求求你了 你该除了我 让我以后怎么活呀 刘总经理 罗总经理罗总经理 是我错了 是我不该偷赢的东西 现在无赚钱已经 勿归原图完毕回照了 求你大把紫笔 饶了我这一次了 说错了事情 需要付出代价 这是每个成年人 都懂得的道理 我们追走你 但是我时间 这已经不错了 好兄弟好兄弟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吧好兄弟 嫂子不是能在刘总经理面前说这张话吗 你和你老婆快帮我求求刘总经理好不好 不要开除我 这事我帮不了你 滑安拖出去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不要啊 罗总 这事处理的您还满意吧 我很满意 刘总经理 那我您先走了 高总 高总 大伟他污蔑您 这件事我们民事集团一定会追查到底 您放心 我一定让大伟在北市再也找不到工作 给您出一口气 这 这就不要了吧 反正你已经把他开除了 没必要做的太绝 刘总经理 我老公心地善良 既然他说算了 那就算了吗 是 林总 初夏 我们回家 嗯 刘总经理 你先去忙吧 不用送了 好 滚滚 抓你滚 再不滚 打着你的腿 让你滚都滚不了 疼死我了 这该死的高浪临初夏 你们居然都不帮我 妈的老子被开除了 这笔账 必须要算在你们两个头上 必须要算在你们两个头上 他妈的 臭小子你他妈可算出来了 叫我们老大一百万还不还钱 今天就是你还钱的日子 抓紧还钱 两位大哥 两位大哥别这样 我会还的 我会还的 我这有 来 给这 这一万只是利息 你他妈打发叫花子呢 还差一百万赶紧还 大哥 我我就这么点了 那个 你们 我马上就要发工资了 你们再宽限我几点 再宽限我几点 臭小子 敢骗我们 你刚被工资开除 当我们眼瞎吗 敢骗老子 别跟他废话 老大说了 今天这臭小子还不了钱 洗了他胳膊拿回去抵债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呀 不要呀 不要我现在是真的没钱啊 我 他 他 他是我的好兄弟高了 他是个公司老板 他能替我还钱 站住 你就要高了是吧 是啊 你们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 你的好兄弟大伪欠了我们老大一百万 抓紧给他还钱 好兄弟好兄弟 快救救我 快救救我 他们是高利贷的人 我欠了一百万 你帮我还给他们好兄弟 什么 你欠的竟然是高利贷 老公 这事你别管 你忘了 他刚刚从公司里是怎么对你的了吗 两位大哥 这件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谁欠的钱你们找谁要吧 听见了吗 他们让你还 等一下老大老大 等一下 高了 我们可是好兄弟啊 我们曾经那么要好 你忘了吗 现在我落难了 你难道不帮我吗 哈维 我曾经言语 我们是好兄弟 可你今天所做的事 这么说的 这件事情 自己想办法 高了 我没钱呀 我没钱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们会断了我的手脚的 你帮帮我好不好 好兄弟 你帮帮我 行了 别套掩时间了 我让你上 就留一下手脚吧 高了 我求救你了 他们要来真的呀 求求你救救我吧 初夏 你 我们帮帮他吧 可是 老公 我们的钱 都放到妈那保管呢 妈肯定不可能 给我们一百万 给我们一百万 林初夏 你少找借口了 好兄弟好兄弟 你是不是男人 就一百万一百万 你帮帮我好不好 哎你 大伟 我确实拿不着这么多钱 哎呀 你们别演戏了 赶紧给钱 不给钱 姓名老的把你们一起都收拾了 大哥大哥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知道咱们王老大喜欢美女 这个林初夏 找的有一个几分姿势啊呀 哎对了 他也没破产的时候 还是新加坡公司的总裁呢 林氏集团呀 你们带回去 我王老大肯定喜欢的 嗯 确实真不错 大伟 你这个人心肠怎么这么坏 老公 这个人心烂透了 我们不要管 大伟 你这要打我老婆主意 老公 我们走 哎 林氏大哥 快拦住他们 我现在这一分钱都没有 你们就在拆了我 回去也会没没法交差呀 但这个娘们 你们把他带回去 我王老大说不定 会开心 还会奖赏你们的 在那 女的留下 你 这件事情跟我们没关系 你们别乱来啊 哼 你们认识大伟 那就必须留下给他还钱 否则 就把那娘们给我留下敌人 就把那娘们给我留下敌人 杭兄弟 听到没有 要么帮我还钱 要么就让他们 把你书下带走 你自己选吧 大伟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喂 刘总经理 让保镖来公司楼下 救我和我老公 哎 老大 快 快请他手机 不要让他头发冒际 晚了 电话我已经打出去了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哎呀 马上就要来人了 刘大哥 赶紧把他帮走 刘大哥 林总 没事吧 我没事 把他们带下去 另外 你回去告诉刘经理 大伟 试图报复我们 这可是关临市集团的合作伙伴 让他们全面封杀大伟 我们要让大伟 彻底消失在北市 老公 我这么做 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 老婆 你做得对 是大伟新常态的 给他惩罚 是应该的 好 老公 那我们走吧 走 那我们走吧 走 亲爱的 亲爱的 这林市集团真气派 我以后真的在这上班吗 那是当然了 这林市集团可是很难进的 我可是费了不少劲 才让你进来当小组长的 亲爱的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太爱你 那不是你们老同学 专门和网约吗 哎 好像还真是老同学 那我们过去打个招呼吧 哟 这不是我老同学 高朗和林初夏吗 我说林初夏 你以前是林市集团的总裁 当然你现在都破产了 你还跑到这林市集团干什么呀 亲爱的 嗯 林初夏以前是这里总裁 嗨 那以前是现在破产了 都不是他们家公司了 嗯 原来林初夏破产了呀 那现在干什么呀 在家当家庭主妇啊 是 果然是家庭主妇 林初夏 你以前婚这么好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呀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呀 哎呀 你还是离我们远一点吧 把一身晦气传让给我 你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们这么说怎么了 难道不是吗 哎呀 我说高朗 你们来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你知不知道这地儿 不是你这废物老婆该来的地儿 我们 林初夏 这可是林市集团 我看你这身打扮 不会是来扫厕所的吧 哈哈哈哈 新日林市集团总裁 跑这里来当扫厕所的 林初夏 我看你真是适合这份工作呀 你们别乱猜啊 我老婆是来陪我谈合作的 啥 谈合作 我没听错吧 高朗 你不是什么公司什么总房 带这个黄脸合出来谈合作 你不嫌丢人啊 高朗怕丢什么人啊 他就是一个靠女人吃软饭的软饭男 他脸皮早就成墙厚了 还怕丢人 亲爱的 像他们只配在臭水沟生活的人 咱还是离他们远一点 没错 免得臭到我 免得臭到我 张明王月 多年不见 你们越来越不会说话了吗 说话未免也太难听了吧 张明 你们说话真是太过分了 我们哪里说话过分了 一个靠老婆发家的软饭男 一个破了产 只能在家当家庭主妇的费 两个人就是只配在下水沟里生活 我们说错了吗 你 你们这么看不上我们 难不成你们今天来 是来继承临时集团的 你别再人阴阳怪气的 我告诉你 我家亲爱的 今天是来临时集团上任的 我们可是销售部的小组长 月薪可以有三万的 你一个家庭主妇 分文都赚不到 可不比你贫贵 可不比你高贵了 哎呀 我能借临时集团当小组长的 还是我们家老婆有本事 倒是高老你 你这个废物老婆 能帮你做些什么呀 我老婆现在很好 她能帮我很多 比如呢 吃饭睡觉穿衣服吗 得了吧 你初夏现在破了产 她帮不了你那又破又小的公司了 她帮不了你那又破又小的公司了 我看呢 指不定哪天就得搞定 高老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把那公司卖了 免得到时候啊 欠了一屁股的债 哦 对了 如果你啊 现在求求我 到时候我上任了 可以替你找一份扫地的公司 讨好你呢 你们哪来的脸说这种话 就算我老公公司没了 破产了 我也会拿钱 让我老公重新创业 笑死了 我说林初夏 你脑子筋水了吧 你还当你是黎氏集团总裁呀 你天天的静说瞎话 懒得和你们废话 我今天还要入职 别的大事赶紧过 让你们别挡道 没听见 初夏你没事吧 王月 路这么快 我们哪里挡道了 我说挡道就挡道了 你赶紧给我让开 你们别太过分了 呀 好痛 林初夏你敢打我 看不打死你呀 高了 我们俩夫妻找他是不是啊 我们俩夫妻找他是不是啊 老公 你没事吧 张明王月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我们就欺负你们了怎么着 林初夏你还敢打我不成 来你打我呀 这一巴掌是我还给你的 你居然真要打我 亲爱的你快帮我教训教训他 你竟然敢打我老婆 我看你找死 张明 毕竟是王月先打的我老婆 得着忍住请要人 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我亲爱的党他 那是他福气 他动手就是他不得 高了 我替你赶紧滚 要不然我连你一块走 你们别动我老公 我告诉你们张明王月 你们今天这么对待我们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笑死了 你一个只能当家庭主妇的黄脸婆 你凭什么给我们好看 就是 你以为你还是临时集团的不能 我给你们两个机会 今天下跪道歉 就原谅你们两个人 道歉 明明是你们的错 凭什么要我们道歉 你道不道歉 我让你知道招惹我的下场 我让你知道招惹我的下场 你放开出去 干什么干什么 高了 这女人的事你也好意思欺负啊 你就老实在这待着吧 你们放开我 你现在要是不放开我 我保证 今天王明没有办法上任 并且彻底封杀你们 让你们以后都彻底找不到工作 林初夏 你还以为你是临时集团的老总 你要是是 我还能记得你 那你现在狗屁不是 你看我什么疯伤我 看我您的那张嘴巴 你们不信就等着瞧 我现在就给林总经理打电话 林初夏 你当总裁当酒 你当傻了吧 你别在这演戏了 你以为我会信你啊 你把手机还给我 你们不信 我可以证明 你看我到底能不能把张明踢出工作 张明 我老婆之前可是临时公司的总裁 虽然现在破产了 但是也是能够说得上话的 毕竟我们是同学 你让我们走 我们不会为难你们 亲爱的 我的第一天上任 要不这事就算了 要不这事就算了 万一他们真的给上面说上话 他什么 他可是破了产的 你是集团的人 怎么可能听他的话呀 就算听他的话 我爸可是临时集团的合作伙伴 他能拿我们怎么样 说得对 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我劝你们赶紧道歉 要不然别怪我动出手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我们打个赌如何 好啊 那正好让我们看看 林初夏是怎么被打脸的 你如果不能让张明滚蛋入不了职 你就立马跪下来给我们铁鞋 像狗一样叫我们主人 那我要是赢了呢 你赢不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就赢不了 赌约有来有往 不能只有我们下注吧 看来你还挺有自信的 这样吧 如果你们赢了 我们立马跪下来跟你们道歉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初夏 赌约就算了吧 我们今天已经麻烦刘经理很多次了 咱们再找他 他还能搭理咱们吗 咱们再找他 他还能搭理咱们吗 老公 你就放心吧 刘董经理一定会帮我们 好大的口气 我倒是要看看 刘经理是怎么搭理你的 当我们面打 刘董经理 通知人士 立马开除今天即将上任的销售部小赌长 张明 好的林总 需要我妻子来吗 不用了 这点小事 就不用麻烦你了 你跟人士说 让人士打电话通知张明就行 是 林初夏 我看你演的倒是挺像的 可惜呀 你今天输定 快点的吧 林初夏 别在这儿啰嗦了 我今天还得办理入职呢 我才刚打电话 你们急什么 最多五分钟 你就能接到电话了 行了吧 林初夏 我看你撒谎都不带打草宝的 也别等什么五分钟了 我们时间宝贵的很 赶紧认输吧你 没错 林初夏 你现在跪下 跟我们道个歉 我们还能放过你 你们想都别想 你们想都别想 死鸭子嘴硬 我说高老 林初夏现在都破产了 他现在还不知道天高地厚 说大话 我劝你他 赶紧给他离婚得了 找个小姑娘多好啊 张明 初夏是我老婆 不管他有没有破产 我都不会跟他离婚的 老公 你真好 行了 别再人辣眼睛 抓紧认输 别逼我们动手 林初夏 反正等多久啊 你都得输 不如你现在赶快道歉 要不一会儿啊 就算你跪地求饶 我们也不原谅你 要输也是你们输 我们是绝对不会输的 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公 别跟他们废话了 既然他们不认输 但是抓紧动手 林初夏 是你自己动手吗 还是我逼你跪下 等等 张明 我们好歹是同学 大家各退一步 怎么样 行 各退一步 那先让你老婆 跟我们跪一些道歉 你们可信吗 我是绝对不会跪的 既然你不下跪 那就让我来搬你 那就让我来搬你 你放开我黄岳 哎呦黄岳你放开我老婆 你不能这样做 你呀 你们搞了你俩何起伙来欺负我 我让你们好看 我妈子你敢欺负我老婆 我能不能弄死你 你你放开我老公赶紧放开 啊 黎初夏 你是属狗的吗你咬人 我敢想张明 你放开我 你们敢这么对我们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我呸 我现在就算付出代价 喂主管 哎 我已经到公司楼下了 我马上就上来 不用了 我现在正式通知 你扔弄不该任何的人 现在你已经被我们 零四季的法案开除了 什么 开除我 不是主管您是不是弄错了呀 我们可没有东西 你得罪的是我们灵弄和谢弄 好的位置吧 喂主管不是喂 什么张明什么开除啊 什么开除啊 刚才临时集团人事部经理给我打电话 说我得罪了灵初夏还高了 然后我就被开除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哼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刚刚你们不是已经接到电话证实了吗 现在赌约我们赢了 你们该道歉了吧 你们要是敢毁约 我立马让临时集团封杀你 不信 你们可以试一试 等等 王悦 他刚刚真的把我开除了 他可能真的能让临时集团封杀我们 我们还是道歉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们听过了 算你们试下 滚吧 哎哟 我都宝贝 媳妇回来了 来来来快坐快坐我啊 哎哟 干嘛 快陪媳妇电厂啊 好吧 给 不用麻烦了 我开喝了点啊 妈不好了 婆婆不得了了 您初夏被他们公司开除 现在破产了 胡言乱语 我的宝贝 媳妇可是董事长 怎么会没开除呢 哎呀妈 妈是真的 七婚都说了 林四集团一主了 这 这么说 你是真的破产了 这么说 你是真的破产了 妈 我 别掉我吧 我没你这个穷鬼媳妇 妈 别这么说呀 初夏再怎么说 也是我老婆呀 嘿 一个破产了穷鬼 她什么老婆呀 这是造孽呀 我们高家 怎么取了你 怎么个倒霉媳妇 林四季 我让你买的欲如意 是不是也没有买到 妈 我 我可是给我同学 框下海口 要送他圣礼的呀 妈 鱼如意我买了 马上就到 林初夏 真宝行的鱼如意 不是价值千万 而且必须资产千万的人 才有资格购买 大家都知道你靠了钱 还在这儿发什么谎啊 不是的 鱼如意我真的买了 初夏 妈最讨厌撒谎 没买的没事 咱们再想想其他乱 什么叫没买人的事 我这话都说出去了 到时候送不出欲如意 你是让我的脑脸都丢弃吗 你是让我的脑脸都丢弃吗 妈 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办的 就算我破产了 那欲如意 我一定会对你安排错 我呸 林初夏 你现在恐怕穷得连半毛钱都没有了吧 这上千万的鱼如意 你上哪儿买去 闭嘴 我不管 反正我已经给我同学说好了 这个鱼如意 我必须送 要不然 要不然 要不然我就不活了 林初夏 这个害人精 婆婆这要被你太惨了 行了妈 你这 哎 刚老哥哥 阿姨 这是怎么了呀 云小姐 幸福自重 云小姐 我婆婆快被我这害人精 嫂子给气死了 大家正想办法 给我婆婆买珍宝行的 玉如意送礼呢 不就是珍宝行的 玉如意吗 阿姨 你放心 放在我身上了 你就不用发愁了 哎呦 清醒啊 你才能帮阿姨 放到玉如意啊 我哥哥可是临时集团的高管 买个玉如意 还不简单 哎 信心啊 阿姨 要是有你 怎么个有能力的媳妇就好了 阿姨 我对高老的心意 你是知道的 好好好 信心啊 阿姨知道你喜欢高老 阿姨 你真可爱喜欢你了 嗯 是玉如意 阿姨 玉如意 我可以帮你买到 但是 我要高老哥 和林居下林婚 和我结婚 和我结婚 林小姐 我已经有家事了 有家事又怎么样 林小姐做高老的媳妇 我是最在同步过了 妈 妈 你怎么能这样 高老是我老婆 我们俩还没离婚呢 你怎么给他介绍新媳妇 我给我儿子选的好老婆 哪里错了 啊 你一个穷酸媳妇 我们高山才不会承认呢 你 林小姐 别你你你的了 试像点 赶紧和高老哥离婚 不然闹什么闹起来 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你一个介入别人家 成的第三者 不好看的人是你吧 你 阿姨 我刚刚已经让我哥哥 安排去买玉如意了 如果黎初夏不愿意 那我也不能离婚了 玉如意我已经安排好了 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黎初夏 你给我闭嘴 你是不是扒不走我送不出礼物 好让我脸面扫地呀 妈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相信我 玉如意 我真的已经买下来了 很快 珍宝行的人就会送来的 李初夏 珍宝夺的购买副格 不是谁都能拿得到的 就你现在这一球二百的样子 你能卖得到的 你能卖得到的 是呀 哥 这林小姐 长得漂亮又是能力 娶她不亏 你还不赶紧答应人家 林小姐 难不成 你真要咱妈一把年纪了 还要被她老同学嘲笑吗 就是啊 哥 你就答应人家吧 我 高兰哥哥 我知道 你是担心自己没过婚 不好意思 你放心 是不会介意的 林欣欣 你能要点脸吗 真宝贺跟李王琪 说不定位的林小姐手通 客奉家陪家的 欲如意志 你小姐 哎呦 欣欣啊 你这半十速度也太快了吧 这日如意这么快就送到了 我还没和我哥说要帮我送入衣 难道我哥知道我今天要来高家 特意给我安排让我长长脸吗 阿姨 等你啊马上去送你家人了 您的事情我当然会尽快安好了 哎呦 姐姐啊 我们高家 让你取少你这么一个有能力的媳妇 那可真是祖上其得呀 那阿姨 我们现在让林初夏 和高朗哥尽快离婚 好 对对 林初夏 赶紧和高朗离婚 别耽误欣欣嫁给我们高家做鞋子 妈 这欲如意是我买了让她送来的 和她林青西没有半分关系 和她林青西没有半分关系 林初夏 你要点脸吧 就算你不想留婚 你也不能帮人脸 就是啊 林初夏 你现在几斤几两 大家还不知道吗 破了产的穷鬼还敢在这大言不惭 冒论的人明明是林青西 这是我帐人送来的 我才是林小姐 林初夏 你别以为所有心里的都是什么千日大小姐 现在你这么心里的 可是一文不值 你 行了 初夏 少说两句话 别冒着人家的跟我 老公 你相信我 这真的是我让她送的 高朗哥 你别听她的 这鱼如意就是我送的 换经理 把鱼如意给我 哎 不好意思 这个鱼如意是林小姐的 请问 谁才是真的林小姐 哎 你这个人 她现在就是一个外网前都没有的群伙大 怎么可能买的群伙里 他都 不好意思 我只认林小姐 既然还有两位林小姐 那就麻烦请出事人对您身份的家族令牌 谁有令牌 这价值千万的鱼如意 就是谁的 谁有令牌 这价值千万的鱼如意 就是谁的 令牌 我哪有什么林家族令牌啊 啊 我今天出门太着急 忘记带了 令牌是吧 我有 啊 林小姐 郁如意请您说好 等等 这就是一块错木头 看呀 这就是一块假令牌 林欣欣 你别太过分了 林初夏你不闭嘴 王经理啊 这只不过是我们家一个困难的媳妇 她怎么可能有资格 并且有钱 没你们家的宝物呀 就是啊经理 一定是弄错了 我哥 可是林氏鸡风的高端 和珍宝行 会有交情 这郁如意 一定是我让我哥安排的 珍宝行从业百年 绝不会发生我第一级的错误 你不认错人 这怎么可能啊 林欣欣 你是聋了还是瞎了 你没听见人家经理说吗 这郁如意 是送给我林初夏的 林初夏你闭嘴 这里没有一番话的份 放肆 你 你竟然敢打我 你竟然敢动尊重的林小姐 就该打 就该打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郁如意是我送的 是林欣欣貌的 这 有不这样 怎么会 不是我哥子送的呢 王琪 你肯定搞错了 林初夏 今天破的产 怎么可能买得起 你价值千万的郁如意呢 他的钱他都没有啊 也是呀 他连公司都是别人的了 就算你们珍宝行 能看在他以往的身份上 给他资格购买 可是他哪有钱去买这 这么贵的郁如意啊 抱歉 珍宝行只负责 将物品送到客人用上 既然郁如意以平安送到 那便告辞了 林小姐 小的先退下来 这 你都破产了 怎么还有钱 还不老是交代 我交代什么 我之前是走的 就算是破产了 手里有点钱 不是很正常 我就说这林柴子你这么点处 林小姐 原来是你偷漏的林柴 这郁如意 还是我的心心痛 原来是这样的 林初夏 你破了产不说 还是个小偷呢 做这种见不到人的够了 恶心 哦 所以啊 我们真正要感谢的 还是林小姐 哼 你们还真是颠倒是非黑的 真是够无耻的 真是够无耻的 好了 都别说了 既然一如意 已经拿到了 爸 你就可以旅行诺言 送给你回去了 嘿嘿 太好了太好了 这回我这个老脸算是保住了 阿姨 阿姨 那我刚刚刚的婚事 儿子 赶紧和这个废物离婚 请欣欣 妈 我 我不管 赶紧出户就把婚姻了 高老哥 只要你答应跟我结婚 我就能帮你更多 正好今天 林氏集团的组长 请我和哥哥吃饭 以后一起见见吧 正好呢 我可以帮你签签搭书 都拿一些项目 让我们高价 更少一项目 哎呦 那可是太好了 哈哈哈哈 欣欣啊 你可真是我们家的福星呀 只要到时候 某些人 识相 赶紧让位就行 老公 不就是项目吗 我也能帮到你 我也能帮到你 林氏集团 你一个破产 一毛钱都没有的废物 怎么可能帮到上班 不过 当时可以跟着 一起去找找见识 妈 白正明出去啊 都冲午夜游泳了 与其让他在这儿 按大家的眼 不如让他跟着去帮忙吧 我帮忙 啊 你 露着干什么 赶紧跟着 你 我老公 我去 老公 等着我 哎 林欣欣 你干什么 你修什么修呀 我又不是故意的 干朗哥 走 我们先进去吧 老公 你先进去 我马上就来 那老公 我们先进去吧 他们和我哥的关系很浅 要不我会帮你 帮你的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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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林小姐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来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高朗哥 高朗 哎这不是前任林总和老公吗 你们好 我今天是代表公司 来和大家谈合作 我这今天请的是林小姐 还有王组长一起吃饭 你这一个外人 不合适吧 怎么是吧 找我吗 找你那那那那那个 困惨的老婆 不行吗 找我们干嘛呀 哎呀王组长 林哥 你这么说不太合适吧 刚老哥今天可是带着陈毅过来的 啊啊啊啊啊对对对 要是有不错的项目 大家还是一起配合作的嘛 哈哈哈对对对都别站着了 来里边坐里边坐来里边来 来里边来 我坐这边就行 阿里要挨着刚老公 是我们 enjoy 哇伊星星 也不会是在一起了吧 哎呀 现在还没有 不过 我和刚老哥这么般配 迟早会在一起的 很消息啊 马上就不演了 哈哈 我就说了 还是林小姐和刚老大 至於那個破產的一種巷子 他給他柄上林小姐的一個頭髮 可不是嗎 我看了 這林小姐的高先生那是最般配了啊 哈哈哈哈 大家不要誤會啊 我和林小姐是經典的 高老哥 我對你的心意你是最清楚了 這什麼清清白白的呀 林欣欣你勾引有富之負 你還要不要臉了 林初夏你胡說八道什麼 高老哥你說是不是啊 高老哥你說是不是啊 行了初夏別弄了一會兒再談合作 既然我老公都那麼說了 我就不計較 這不是前任破產的林總嗎 以前從來不先參加我們這種機會 怎麼今天突然厚著臉皮 跑到來蹭蹭蹭蹭了啊 哈哈哈哈 是啊林初夏 你破產了以後 已經雲混流流就這樣了嗎 對啊 咱們曾經的林總 現在的窮鬼 哈哈哈哈 咱們曾經的林總 來林初夏 把這個龍蝦吃掉 我們就大發慈悲 讓你上桌 覺得怎麼樣 嗯啊高 實在是高 王組長 你們這樣做啊 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我們哪兒過分了 難道林總不是來打清風的 哦原來是找我們那些老同事借錢來了啊 原來是找我們那些老同事借錢來了啊 哈哈哈哈 這昨天還是高高在上的林總 今天就窮回來到這個地步了 找我們送吃送喝 還打成風 哈哈 真是笑死人啊 哎呀呀 哈哈 你們是不是誤會什麼了 以前我從來不參加這種聚會 是因為我工作很忙 現在雖然我破產了 但也不是窮的吃不起飯 你們少瞧不起人 既然你不是窮的吃不起飯 你為什麼厚的臉可以來這裡啊 我為什麼會來這兒 林欣欣心裡最清楚 我說林總夏 大家跟你開玩笑嗎 雖然 你真的是我邀請過來的 但我也是看著高朗哥的那一生 誰知道 你這麼不要臉 死皮來臉的跟過來了 林欣欣 你別與我不知道你心裡在打什麼主意 你怎麼跟林佑說話 你什麼態度 你還以為你是光光站上了總裁啊 我呸 落難的鳳凰不如心 你最好家人也在做人 得罪了感恩欣欣啊 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哼哼 你出瞎了 你出瞎了 你瞪瞪瞪 難道我說的不對嗎 啊 我說高朗 你說你自己的娘們 你不好好自己管教 難道 還要讓我們不調教教教 啊 各位 我老婆之前在公司 對待員工 是嚴厲了點 所以大家才會如此憤慨 在這裡呢 我老婆對不住各位的地方 我替她 敬一杯酒 希望大家高材貴手 也別毀了各位吃飯的興趣 老公 有你真好 高朗哥 你幹嘛對她這麼好啊 就說這兩句又不會少塊肉 就是啊高朗 這就是你的故事 你說這林小姐好心好意把你帶來夠難 你怎麼讓林小姐不高興呢 是不是 就是啊高朗 你可要搞明白了 你今天是來談合作的 你今天是來談合作的 要是讓林小姐不高興的話 那你這合作的事 那就別談了啊 就是 是 林小姐 感謝你帶我來 剛剛是我都不是 我再敬你一杯酒 請你諒解 老公 初夏你別說話 好 好 高朗哥 我懂一聲給我親了 我那麼喜歡你 好 林小姐 哎呀高朗哥 別林小姐林小姐的叫 多見外呀 你看看今天 我特地帶你來包廂 談合作的風上 你就讓我欣欣呗 林欣欣 你還要不要臉 哎呀 好疼呀 高朗哥 你看他用了好大的力氣 我手都清了 你快拿我起來 老公 你別理這個狐狸精 我都還沒用力呢 林初夏太過分了吧 你把聲音都追倒了 你還撒謊說沒有用力 還撒謊說沒有用力 你這樣的女人 怎麼配得上高朗 就是 你說像這個女人跟個破婦一樣 怎麼能比得上我們林小姐 高朗 你得猶豫什麼的 這林小姐也是因為你才被你老婆推倒了 趕緊把他扶起來 老公 你別聽他們的 高朗哥 高朗 你這做什麼呀 他把信心拉起來呀 初夏 別鬧了 這才是我們 來 哎呀 哎呀高朗哥 你的懷抱好有安全感呀 林欣欣 你放開我老公 雷初夏 人家狼情是歉意的 你過去打腳不好吧 可不是嗎 人家雷小姐就是比你的肥子上高了 你何必用拆散人家怨害 你們別太過分了 放開 老公 你等著 我不會讓他占你便宜的 哎 哎哎 林初夏 拆散人家有錢人不怕天打雷劈嗎 你們才會遭報應 你再給我說一遍 你們 你們這樣對著我們 你們一定會付出代價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 你讓我們付出代價 這聽起來 就我們好害怕呀 哎 我以為是老公 您大便 但是我們依然欠 lu 你看 會 你還想不想做你 老長哥 你的公司現在繼續要向我 你真的要給你這個女人 奪對大家嗎 老公 我看他們根本就是在戲耍你 初夏別說了 我今天要是沒拿到合同 沒辦法跟媽交代 王組長 林小姐 你們到底要我怎麼做 才願意跟我談合作 哎這態度就不良了 這態度就不良了 你要想說跟我們林小姐合作 你得聽林小姐 否則 一切免安 沒說過了 如果你要和林初夏離婚 和林小姐結婚的話 別說一個千萬級別的合作相 有林小姐的哥哥幫忙 就算有10個 千萬級合作的項目 也不是不可能 你們想的美 我老公想要什麼項目 我都能幫他實現 不需要你們的幫助 林初夏 我看你是破產了 人也被打起啥了吧 就你現在就不一樣子 你怎麼幫高朗哥實現 在夢裡嗎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你以為你還是當我在上的總裁呢 你們不信是吧 不信我們就來打個賭 賭什麼 就賭我能給我老公帶來一個億的合作 哈哈 沈一初夏 我看你真是比你不輕呀 還一個億呢 你沒破產之前說這話 我倒還沒在 你現在就破產了 還在說大話 那就說明你腦子是真的有病 那就說明你腦子是真的有病 既然你們不信 那敢不敢跟我賭 有什麼不敢的 如果你要去賭輸了 就當牛坐嘛 趁我們吃飯 那你們要是輸了呢 我們不可能輸 你怎麼知道不可能 好 我們要是輸了 那我 當場給你 下跪客同道歉 林主義啊 你真是好大的東西 好啊 這個五月我贏了 如果你輸了 你除了貴男給我們認錯以外 讓你老公每人給我們分一百萬 我說了 我會讓你們付出代價 你們要是輸了 就給我滾出林氏集團 改應嗎 好 沒錯 只要你敢答應 我們就敢賭 好 我答應 賭約 現在開始生效 初夏 你怎麼能這麼衝動呢 賭就算了 怎麼還答應給錢呀 我們家現在已經是無不付出了 要是再輸了這三百萬 難道 要我去挪幼公款 或者去借高利貸嗎 老公 我既然敢賭 就有把握 你放心好了 就有把握 你放心好了 經理 立馬準備一份一個億的合同 現在派人馬上送過來給我老公 我說林主天啊 你這演技可真夠可以啊 你不是演戲的白瞎子 他還馬上讓他送來 你最大以後你還是很猜吧 可不是嗎 這三皇不打草寶 臉皮真這麼厚 高老公 林下瘋了 你還是趕緊和他離婚吧 這個賭 林下他輸定了 林下 這賭要不就算了吧 老公 你就放心吧 這個賭 我是絕對不會輸的 我都高了 你這老婆真夠可以的 真會挑事的 你要再不好玩玩 吃早就出事 可不是嗎 高老 要這時間的 你這老公都管不好吧 那還算什麼男人 我老公是不是男人 我比你們清楚 等會文件送到了 看你們還怎麼囂張 林下 我看你當老公當習慣了 這個時候了還在說大話 別總是待會兒待會兒的了 咱一節整個時間吧 大家可沒時間陪你浪費 大家可沒時間陪你浪費 說得沒錯 我們沒時間陪你過假日 就給你十分鐘 如果十分鐘之內 你送的那個文件 還是送不到的話 那你立馬認書 林下 聽不聽說了嗎 這會有人幫我送來 林下我勸你別專動了 時間拖得越久 只會更努力 還是趕緊認書求饒吧 就是 現在跪地求饒 還不至於那麼難看 不是時間還沒到 你們急什麼 難不成 你們連這點時間都等不及 等會兒啊 文件沒送到 我看你還刺牙嘴硬 二位初夏 這時間已經過幾半了 你所謂的合同 能不能再吹牛吧 初夏 要不算了嗎 我們直接認書道歉吧 認書也不丟人 老公你相信我 待等幾分鐘 我一定會讓他們付出代價 哎呀 李初夏 別等了 趕緊下跪吧 李初夏 是你自己跪下 還是我們鬥手幫你跪 等等 欣欣 三百萬我賠 三百萬我賠 下跪的事 要不就算了吧 高老哥 你幹嘛非得婚著這個賤人呀 他可真讓你輸了三百萬呢 他是我老婆呀 高老哥 只要你和他離婚 取得我的話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林欣欣 你別動了老公 現在時間還沒到呢 你別太過分了 哎呀 李初夏 你敢逗林小姐 你根本找死 你放開我 你敢這麼對我們 我一定會讓你們付出代價的 就你 我呸 再說一遍 看我弄死你 你們在幹什麼呢 哥 你可能是來了 這個林初夏 高恩竟然敢吹我 邰家 真的把我交給他呢 行了別鬧了 啊 一下不是 林主管 你手裡的合同 是劉總經理 讓你帶來送給我老公的吧 對 高老 這劉經理讓我給你的項目 真的林初夏送來的項目合同 這不可能吧 這不可能吧 一個億的項目合同 初夏 這合同真的是你二人送過來的 對 老公 我說的沒錯吧 等等 哥哥說 這個合同 是劉總經理 送給高老婆的 不是林初夏安排的 哥 你說這個嗎 對 這合同是劉經理讓我來送給高老 但是 沒說誰安排的 哎 那就說明這合同並不是林初夏安排 那也就是巧合吧 所以說這個合同 不能做出 對吧 巧合 一個億的項目 你也巧合一個我看看啊 林初夏 你給我閉嘴 你一個碰著錢的廢物 怎麼可能安排得了兩跟一的合同 沒錯沒錯 說明你提前知道這個合同呢 故意給我們打賭 今天讓我們數 好你的林初夏 好點都在清場了 差點被你給磨混過去 那個什麼賭約 不作數 你 你們別在這找理由藉口 不管我是不是提前知道合同 還就是我安排的 我們打賭的內容是 給我老公帶來合同 給我老公帶來合同 我老公可以證明 你們別想少來 沒錯 我可以證明 對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 什麼同約不同約的 哥 你正好給我們評評理 這個林初夏 明明知道 會有人給高老公送合同 還故意引導我們和他們打賭 這不就是故意給我們下套嗎 是啊林高老 像這種賭角 對我們來說太不容易了 我沒法承認啊 不能承認 是啊 你 你們居然出耳反耳 真不要臉 林初夏 你才不要臉 我們還沒追究你給我們下套的事呢 這賭約不算 林初夏 這事兒是你設計現在想的 不僅今天這個賭約不算數 我還要替我妹妹討回公道 公道 明明是你們回約在線 現在找我要公道 你們兄妹怎麼這麼不要臉 林峰 我看這事兒就這麼算了吧 都讓人處且要人 大家各退一步怎麼樣 高老 你少在這裝合適了 當初林初夏在公司 我們忍氣吞聲 我們忍氣吞聲 現在落難凤凡不如機了 我好不容易有一次機會能這麼教訓她 我怎麼會放我 誰教訓誰還不一定呢 林欣欣 我只問你們 你們真的要回約 你先給我們下套 還不允許我們回約呢 想要回約都不也行 前提是你得證明這個合適清楚 就是你們林初夏安排的 對對 你得證明 否則我們可不認這個奴階 嗨 妹妹 林初夏這種破了產的廢物 怎麼可能是安排合適的人 我們趕快把他趕出去 別打擾我們吃飯了 等等 不就是證明嗎 我證明就是了 但是我要是證明了 你們再次毀約怎麼辦 林初夏 你要是能證明 不用你說 我當場從林氏辭職 給我們也是 我也是 林初夏 你現在可以證明了吧 我們只給你一分鐘的時間 這一分鐘的時間哪夠啊 初夏 要不你還是不要證明了吧 他們想毀約就毀約吧 老公 他們欺人太甚 我說了 會讓你們付出代價 我說了 會讓他們付出代價 就絕不實驗了 不就是一分鐘嗎 足夠了 我現在就給劉總教你兩句話 讓他給我證明 這 你們好好聽一聽 劉總經理是怎麼說的 大事電話呀 大事電話呀 你的時間可不多了 哥 你可別被他給騙了 我跟他呀 就是想拖延時間 林初夏 原來你是想拖延時間 我就說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現在立馬證明 廢物 你快證明呀 你把手機給我撿起來 林初夏 時間到了 你快給我們付一下就錯了 高娃 來來來來來 這個項目啊 正好是我的 咱倆好好冷靜 初夏 你沒事吧 高娃 你別敬酒 不是這麼一敬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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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這麼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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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別這麼老老婆 該死的林初夏 你竟然敢吹小軍 我今天要是不好好教訓告訴你 我就不叫林初夏 你趕緊給下跪 你心 你別否則我們今天好好叫你 我林初夏 不會給你們下跪道歉 你們涮得著路啊 哥 他不是在打我 你可替我好好教訓 再給林初夏呀 臭娘們 你敢當我妹妹 我不給你的教訓 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是吧 老闆 我來快點 林航 我幾個 我可是林初七團的女兒 你今天要是敢動我 我讓你 這裡待不下去 我看你 現在就是一個破產的廢物 非得給你點教訓看他 你們怎麼能一群人欺負我老婆一個 他現在就是一個破產的廢物 我們怎麼就不能欺負他了 高娃 我看著我妹妹更喜歡你的 你賺你給我滾 要不然我連你一塊走 高娃哥 你怎麼這麼死心眼 或者是一個廢物呀 你趕緊讓開 宝德 我哥哥給你一起走 高娃你快讓開 你別管我 別讓他們傷到了你 你是我老婆 他們這麼欺負你 我要是再不顧著你 我還算什麼男人 文公 好一個狼情愜意 妹妹 這個男人不要一半 你過這座惡氣 高娃哥 你要是硬不顧著這個賤人 你別怪我今天不救了 你現在退出 還來得及 我不會再讓你們欺負我老婆的 林峰 你可想清楚了 你今天要是敢動了 我一定會讓你付出代價 我好害怕 林峰 當初你是剛剛在上局 我們得罪不起 現在你是一個人人可欺的背負 還給他全藥 還真把死男人衝浪 兄弟們 等我上 等等 大家有話好好說 我老婆雖然破產 可我還是總裁啊 你們確定要對我動手嗎 你們確定要對我動手嗎 你幹什麼 你不過就是一個失去自己老婆保障的費 大家挺好啊 誰打得多 替誰為少組長 給我弄費林初夏 你們都搞不動手 劉子這邊 你怎麼來了 誰讓你對林總造舍 我看你招死 林總 對不起我來晚了 你和牧野沒事吧 你沒事 老婆 你怎麼樣 我也沒事 你弄弄你力量 他不都破產 你怎麼還對他這麼免費 林總就算破產也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 你只是真往行的經理 憑什麼打我哥哥 我哥哥可是林氏集團的鋼管 憲 閉嘴 這劉經理 現在除了是珍寶寶寶的經理 還是林氏集團組經理 什麼 劉總經理 你既然來了 那你就告訴我 像我合同人件 是不是我讓你送來 是不是我讓你送來 送來的一億合同 正是林總讓我送來的 這 這怎麼可能呢 沒什麼不可能的 既然你們不願意履行賭約 那就接受 劉總經理 現在 把他們這一群人全部開除 並且逐出委屈 在 是 我正式通知你們 你們都被林氏集團解雇了 保養把他們都拖出去 等等 劉總經理 我為公司做了這麼大貢獻 你不能讓他去開除我呀 我不服 是啊劉總 你不能這麼對待我們啊 林總 他就算是破產 他也是林總 不是你們這幫臭臭們可以欺負的 保鏢 把他們拖出去 等等 劉總 我們知道錯了 我給林初夏道歉 你不能趕死我呀 我不能沒有這份工作 那你還不趕緊給林總道歉 只要林總不連連你們 你們誰都不要想留在林水集團 你不趕緊給我 林總 我錯了 我求你放過我這一次 我求你放過我這一次 我求你放過我們 林總 我們知道錯了 我們我們旅行徒員 我們上有老下有小 你高雄坑手 你放過我們啊 林總求求你了放過我們嗎 陪我們 我們不敢欺負你 你你就放過我們嗎 我給你客頭給客頭 你們都起來不准貴 哥哥 你怎麼能為林初夏呢 可是我情敌 你下過有多麼的面子呀 你給我閉嘴 我好不容易昏到現在 你是想恨死我嗎 哥你怎麼能打我呢 我是你妹妹呀 我沒能幹的妹妹 趕緊給我顧下認錯 我錯 行了 別演了 我可受不起女生大 保鏢 林總 林總你饒了我和林總 林總你饒了我嗎 林總 哎 林總你饒了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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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總 林總我錯 你自罪我都行 我實實在在都在這兒 你不能把我的根給挪了 我扭就離了 人家 我理不了我 那你還是 Dave 我 我 不會 嗯 也 哎哎是這個 老公 你先去看你的這種時候 你拿到什麼 那我跟趕緊一家 回家車告訴媽媽吧 這個 初夏 你先告訴我 你不是破產了嗎 怎麼能拿到這麼大的項目 還能指揮得動劉經理 但是不能告訴老公真相 只能說謊了 啊 老公 我不是說了嗎 我說要破產了 但是還是有人說吧 是 就是因為這個項目 人家也看又沒了 還不然下去了 人家也追見分幫 人家也追見分幫 你回家 你回家 年金沒了就沒了 至少 咱們拿到了這個合同 公司是穩定下來了 那我回家 走 小 近日之弛我要讓你百倍償還 现在你没有了人群可以帮你 我看你以后怎么跟我斗 雷姐姐 你快跟我回去 以后别再招耳力不下 我们得罪不起 哥 他今天找刘总经理帮忙 已经用光了人群 以后没有人再会帮他了 今天的吃辱 那你不想逃回来吗 你说是真的 没骗我 哥 这些都是我亲耳听到的 他今天敢让我这么丢脸 我现在就去高下 躲走他的一切 到此高朗 有心心啊 你太有心了 你太有心了 不像某些人破了柴 竟然连个手镯都买不起 阿姨 今天呀 林初夏可是用了全部的人群 换到一个项目 这样的练习 我才羡慕不来呢 什么 用全部人群才得到一个项目 真是太没用 妈 快看看我老公刚签了一个亿的合同的 嗯 多少 哇 我和林氏集团签了一个亿的合同 你看看 现在我们的工资不用筹了 我和林氏集团签了一个亿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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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不了多久 就是呀 所以啊 还是怪林初夏破产了 他要是没破产 那咱们公司运营怎么会这么难呢 林氏集 你别在这朋友 难道你哥没有警告 别再招待我吗 阿姨 你看 林初夏好凶呀 我只是十段时说 他怎么这么神气呀 你 林初夏 你够了 星星他们哪里说错了 我们家公司 眼看就越来越 结果你一块 保置家里公司一蹶不振 怪你怪谁 妈 我 我这不是和高老师谈合作了吗 一个亿的项目 足够公司站了一脚跟了 是啊 之前就是初夏 提前家里的公司这么久 现在又帮忙签合同 咱们应该感谢初夏才是啊 咱们应该感谢初夏才是啊 感谢什么感谢 他当初没破产的时候 要是多帮忙公司 我们公司说不定早就站稳脚背了 现在公司这么艰难 不怪他怪谁 我 我什么我 别以为签字合作 你就得意了 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阿姨 你准备出气了 以后公司要是需要什么项目 你尽管找我 我和我哥哥 人卖广的很 找我主意做 星星啊 你真是太能盖了 要是我儿子娶的是你 那比多好 阿姨 虽然 我还没嫁女哥王公 但是 我已经把你 冰了 哎呦 星星 看 你这么贵州 还为我们家着想 呃 我看呀 你这么别阿姨阿姨的海了 你就叫我妈妈 妈 雷星星现在不够我家去 你怎么有时而不见 还让她叫你妈呢 还让她叫你妈呢 我乐依 你管得着吗 啊 星星 快喊妈 妈 妈 好不好 哎 嘿嘿嘿 哈 星星啊 咱们别管母亲招人一剑的给 妈 你说什么呢 这事要是传出去 别人怎么看那小弟 刚老哥 我不怕别人怎么看我 只要我和你在一起 就在死了我就 天哪大哥 看星星是你和我情真一切 我看呀 你就娶了他吧 没错没错 儿子 今天就和这个废物一辉 娶了星星 妈 你哼说什么呢 我和朱夏的感情团好 我是不会离婚的 妈 我也不服务了 你谢谢 你最好适合儿子 别想插贷了就够了 别想插贷了就够了 妈 阿姨 你别生他的气了 都是我不想 现在 就在这儿更多生气了 你不闭嘴 我去 晴晴呀 别答应你 这人不敢回家 那就留下来 和我们一起住 我们乐乐家常 多好 这 方便吗 有啥不方便的 我说了算 是啊 晴晴 放心留下来吧 家里啊 咱妈做主 不用看别人眼色 不行,我不同意 你给我闭嘴,真是没你说话的份儿 妈,林欣欣她是不怀好意 你怎么能把她留下呢 跟我话,家里也没有多一个房间 她留下了,也没地方睡啊 我说林初夏,你想的也太多了 人家欣欣才不是这种人 你别污蔑人家 没错,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既然家里没有空房间 那就把你的房间让出来给星星睡 妈,我和我老公睡一间房 凭什么给他让去 让我和我老公睡呢 让我和我老公睡呢 你误会这样 你误会了 是你让出房间 而不是大哥和你一起 懂吗 什么意思 大哥,你在这装什么糊涂呀 当然是林初夏把位置让出来 和星星啊,祝你已经 不行,这样肯定不行 妈,你们怎么能这样呀 妈,这种事情我绝对不会提议 八广哥,只要我们跟你在一起 你不怕别人来说的 我一直在你 大哥,你看你看 这是林小姐这么诚恳 你忍心了她这么失望吗 你都别再胡说八道了 这种事情,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行了,不许搞什么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妈 既然你这么喜欢林小姐 来点时刻 确实也不好待了 这样 我和初夏跟高楼打屁股 把房间把房间让给林小姐救世 把房间让给林小姐救世 老公,走 我们收拾东西 那么高楼你的孩子 所以我的腹部就肯定是 我的腹部就贴犯这个 就可以拿到时候 对于裘烦这个李通,她 Connie 宇宇宇udo 我們去睡閣樓又小又黑 要睡應該是他去睡 像 咱媽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 到時候 睡會的是你 忍一忍 我們擠一擠 實在不行 我們搬出去就好 好 老婆 聽你的 我們家的船舶 阿姨 這一配呀 可是我們家的船舶 價值五千萬 哎呀 這麼貴呀 真不愧是船舶 真好看 真好看 什麼價值五千萬 我看呀 也就是個十幾萬的地攤戶 美朱夏 你懂什麼 什麼地攤戶 你不收就算了 林初夏 掃你的地 我說話沒人拿你當牙 林初夏 你怎麼掃地的 看著地上 都是你的垃圾 才不趕緊掃 來不成破產了 連地都不會掃了 哎 這也沒找乾淨嗎 林欣欣 你這太過分了 阿姨 我不是故意吧 林初夏 你要幹什麼啊 欣欣是貴客 有你這麼招待貴客的嗎 媽 我只是實話實說罷了 閉嘴 才不趕緊倒茶 給欣欣賠禮道歉 再來反駁我 這把滾成高漢 這把滾成高漢 這個是瘦的玉項 招待貴客 哎呀 我的玉太 阿姨 這可怎麼辦呀 這可是 加了五千萬的傳家寶呀 哎喲 林初夏 你這個黑鈴鐺 看你看看看 把這家的傳家寶 都被摔壞了 媽我我不是故意的 我剛剛摔倒是他辦到我的 李主夏你不是辦法走啊 你弄壞我的韓家寶 竟然還誣蔑我 二姐你要替我做主呀 李主夏還不趕緊過了 跪下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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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媽 這是怎麼了呀發生什麼事了 桑王哥我太委屈了 李主夏他弄壞了我的傳家寶 他污衊是我辦搞的他 你快批評理呀 這是不是他的錯 天哪李主夏 你怎麼能這麼惡毒 我我沒有 他在說話 老公你相信我真的是他辦搞的 媽 這裡面也許有什麼誤會吧 沒有誤會 今天的事就是林主夏的錯 你知道西西這傳家寶值多少錢嗎 啊 價值五千萬 天哪五千萬 怎麼要這麼多錢 林主夏你這也太敗家了吧 這傳家寶摔碎了 我可怎麼跟家裡人交代啊 啊 行行 什麼五千萬 我看呀 總多也就十幾萬 我看呀 總多也就十幾萬 你這根本就不是什麼傳家寶 你是不會用這個來陷害我 林主夏 你怎麼能這麼說呀 這傳家寶可是無價值寶 說他五千萬都不維護 你現在給我打碎了 我怎麼和家裡人交代啊 阿姨我該怎麼辦呀 清清別哭別哭啊 別哭 林主夏你給我閉嘴 還不趕緊給清清道歉 媽 你別聽他胡說 這東西根本就不值錢 而且是他故意辦到我打碎的 我沒錯 所以 我絕對不會下道歉 林主夏 你怎麼還在不陪我 本來我想著 你道歉已經算了 既然你不知錯 那行 我也不需要你的道歉 你直接賠我五千萬就好 賠五千萬 林主夏都破產了 就算把我們全家 掏光家底 也賠不起啊 也賠不起啊 清清啊 這個家寶的事兒 阿姨也很愧疚 但是 林主夏都破產了 他哪裡拿得出那麼多錢來啊 我讓他跪下跟你道歉 啊 阿姨 我也不想問哪 反正 以後我們都是一家人 這件事 我聽你的安排 清清啊 有你這麼十大體的兒媳 是我們高家的付費 林主夏 我跪下 小細心道歉 媽 我不道歉 不就是五千萬嗎 我賠他就是了 你給我閉嘴 你都破產了 拿什麼賠 啊 你非要牽扯到我們高家你才樂意嗎 我趕緊道歉 我 林主夏 趕緊道歉 我們可不想跟你牽連 我不會牽連你們的 這錢我賠得起 林主夏 我看你腦子有病 你都破產了 現在一分錢都沒有 你拿什麼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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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快教訓教訓這個林主夏 你非要我們高家也被他牽連不成嗎 初夏 倒口欠而已 你沒掉塊肉 你給劉威姐倒口欠 老公 你信我 我真的賠得起 初夏 你都破產了 你身上連一百塊都沒有 怎麼賠啊 其實 我並沒有破產 我是有不得已的理由 這體的原因 我當時也不明說 但是我說的就是真的 行了初夏 你不能為了自己的面子 就在這撒謊呀 趕緊道歉 我 我 行了林主夏 別再撒謊了 只要你給我道歉 我就考慮不追究了 趕緊放棄上 林主夏 你死心吧 我是不會下跪的 林主夏 既然你這麼執迷不悟 那就別怪我們動手了 林主夏 趕緊給林小姐跪下 你們放下我 這什麼 你們怎麼能這麼對待你們嫂子呢 什麼嫂子 我們沒有這樣的嫂子 我們沒有這樣的嫂子 夠了啊 你現在還不准林主夏幹什麼啊 他今天又是不得欺欺道歉 不足足高家 啊 你就給林小姐道歉吧 你難道還會足足高家嗎 老公 我真的不能道歉 我有錢管他 阿姨 你們也別逼林主夏了 既然我給了他機會 但是他不是能道歉 我也不肯定 林主夏 你不是說你有錢嗎 那你現在拿出來呀 我現在沒帶錢 你給我等著 我現在就打電話 讓你給我送 哎 等一下 我可不信你這日子 你不會 要去建高利貸吧 哎呀媽 林初夏 要去建高利貸 到時候 我們全家 就要被他天天搞垮呢 快管管他呀 讓我怎麼管呀 這個黑雷精 好累的話聽不進去 林初夏 你趕緊給我選啊 要嘛 你自己 離開高家 自己賠錢 要嘛 就趕緊給欣賞道歉 就趕緊給欣賞道歉 媽 道歉和離開高家 我都不會選 我也不會欠人當高家 五千萬這年小錢 我不需要在高一代 就能拿得出來 你不要閃 李初夏 你破產了 我看你腦子病了也不輕 就你現在這個窮樣子 身上能拿出一百塊錢 就不錯了 他說五千萬是小錢 真是大眼不慘 他還以為 他才是之前那個高高在上的女爸總呢 真是讓人笑掉大壓 行了李初夏 既然你口口聲說說能拿得出五千萬 可是讓你拿 你能拿不出來 那我們就來咋個賭一賭點 賭什麼 就賭一賭萬 如果你拿不出來 現在立刻滾出高家 並且和高老哥離婚 你趕不住嗎 那我要是能拿得出五千萬 你要是能拿得出五千萬 那我就滾出高家 給你去 我再給你去 就只是滾出高家 他沒有輸 那你還輸了 如果你輸了的話 就得徹底離開給吃 就得徹底離開給吃 好啊 我答應你 阿姨 高老哥 你們 才要給我做個禁止 沒問題 星星 你要是幫我趕走了這個黑人精 我就讓我兒子娶你進門 謝謝阿姨 雷叔夏 你看到了沒有 大家都站在我這一邊 你 說定嗎 媽 你別給我亂答應啊 你給我閉嘴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你別跟他逗了 你都破場了 什麼分門 哪裡都拿得出五千萬呀 你這不是輸定好了 不過 我既然敢跟他賭 就有打位 你放心好 劉董經理 我現在需要五千萬 你馬上開人碰碼 你馬上開人碰碼 李初夏 你就別在這兒演戲了 大家又不是不清楚你的底細 你幾斤幾量 誰不知道啊 趕緊求饒 只能等會兒我們動手 把你扔出去 就是 說瞎話就不打草稿 臉皮真厚 兒子 你這瘋婆子 我看是得了十心瘋了吧 胡言亂語的 你還是趕緊跟他離開吧 把星星取過來 媽 媽 你下手手呢 哎呀 高朗哥 這個董 林初夏是輸定的 你早晚都 更何況 他拿的 可是和你 撈個肚子 這說明 他根本就沒有把你放在心上 你何必這麼維護他呢 李星星 你少輩子挑過路線了 我和我老婆關係好了嗎 那你 為什麼要拿這個不讀座呢 那你 為什麼要拿這個不讀座呢 兒子 看見了嗎 林初夏要是心裡真的有你 他怎麼會拿你們的婚姻當讀座 我看哪 你還是趕緊把它修了吧 媽 你怎麼也信林星星的挺不理解 他處心積極的想讓我和我老婆離婚 而且這個賭注明明是他自己下的 我是迫迫都以他答應的 行了 屈下 別說了 你要是最罵我放在心裡 教主 我退了 別動 高朗哥 這個 我們雙方都已經答應了 這個賭人已經生效了 現在 要么認輸 要么 你只能變出什麼 哎呀大哥呀 沒想到有一天 你也會被人當東西啊 拿來做主婦 說起來真可憐呢 你們夠了 都別想瞧報我和我老公的感覺 老公 平方天 夜市比這個 永遠就不見了 林初夏 你這算想的態度呀 啊 破個傘 難道連謙卑的脾氣都破沒了嗎 破沒了嗎 哎呀我說大哥呀 你看這林初夏 他把咱媽都氣成什麼樣子了 這就是不笑呀 就他這個樣子你也不管管 非得把咱媽氣出什麼病來 你才甘心嗎 我 就是大哥 你別再縱容林初夏了 該打 就得打 不打 不聽話 汪小雨 你這麼喜歡打 你要糟怎麼打你啊 你在這挑撥我們的夫妻關係 你不覺得很過分嗎 初夏 我怎麼就過分了 難道我的話說錯了嗎 這一切的錯 不都是你弄出來的嗎 哎呀 阿姨 小雨 看別和腦子有病的人 真的 林欣欣 你少在這兒賈欣欣欣說好話了 你心裡想不出 我一清二次 我不會讓你對 行了林初夏 燕又只會放狠話了 不給你啰嗦了 你說的那五千萬呢 怎麼還沒送過來 你急什麼 等會兒 會有人送你 會有人送你 林初夏 你不急 我們大家可沒有時間等你這麼久 你到底能不能拿出來 不能的話 就趕緊認輸 並耽誤大家的時間 是啊林初夏 你要是拿不出來 現在就跪下道歉 我還可以看在阿姨 和高朗根的面子上 對你疼心處罪 不然等會兒 我不耐煩了 你向我求饒也沒有用 不趕緊 跪吧 錢馬上就送到了 再等會兒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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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還餓著動的沒吃飯嗎 趕緊到餐 趕緊跪下認輸 我快餓死了 沒事你遺過家家 你是 自己餵呢 還是要我們動手啊 你們可別亂來 高明 他可是你們嫂子 媽 你看高朗 他有護子那個害人驚 高朗 你讓開 離初夏他現在給被拿不出錢 他要是大夫認輸道歉 就改進會出高家 就改進會出高家 媽 我我確認初夏 初夏 你要不就認輸吧 認輸是一個人 不過 我不認輸 你相信我 我一定會讓他付出代價 林初夏 你別見你不吃吃罰酒 本來我還想著啊 你道歉了 那這賠償就算了 現在 你還死壓著嘴硬 那這五千萬 我要你一分不少的還給我 既然你死不認錯 現在 立馬收拾東西 不走人 哇 你怎麼也不相信我 按照主約 林初夏 你是輸了 所以趕緊和高朗離婚 然後滾出高家 別擋了心心 進我們高家的路 行了林初夏 別在這裝委屈了 趕緊去收拾東西 否則的話 我可不建議 親自幫你丟出去 林初夏 你趕緊給我離婚 你才能真的想和我離婚 離開高家嗎 離開高家嗎 林初夏 我不會和你離婚的 林初夏 你別勾當我離婚夫 我勸你現在趕緊滾 否則我刮發你的臉 讓你沒臉見人 你放開我 我老公叔叔成你外婚夫了 林欣欣 你還要不要臉啊 哎大哥 你還是不要傷害女人這些的事 林初夏 五千萬你沒拿出來 你就是輸了 輸了就得和高朗哥離婚 所以 高朗哥現在就是我未婚夫 林初夏 你都輸了 還不會對見賭約 我看你是找打 林初夏 敢跟我搶高朗哥 看我不好好教學給你 林欣欣 林欣欣 我惹你很久了 住手 林初夏 誰讓你當妹妹的 林峰 哥 你回來了 剛剛遇到林氏槍出事 說卡里五千萬要送給高朗 我正好來給你四位馬卡 五千萬的卡 給誰的 是給我的 是給我的 什麼 真的是你讓人送來五千萬的卡 那是當然 林氏集團員工送來的卡 就是我讓人送的 不可能 這有什麼不可能的 我給劉董經理打個電話 他派人送了卡 剛好卡里有五千萬 不是給我的 難道是給你嗎 我給我 叔夏 你不是破產了嗎 怎麼還能讓人送來五千萬 老公 我不是說過的 其實我沒有破產 只是 但是不明白 哎呦 吳夏呀 你没有骗我吧 你真的没有破产 妈 等这件事情能跟你解释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就像 现在组约 是我的 您是 你该对线承诺 什么组约 你哪个人 哥 我们该赌 五千万千拿不出来 否则我们就要给线 否则我们就要给线 但是 现在这个赌料不算数 你想赖账 不是我要赖账 而是我看这卡 根本就不是你的 哥 你上来的时候 给你卡的那个人 有没有说 是让你给线的 没有啊 只是说让我来送你一套 这么说来 这卡 很大可能 不是你出现让人送的 我看哪 这卡根本就不是他让人送的 你想啊 他一个破了产 身无分文 又把人情用光了的废物 怎么可能一个电话 就让人送来一张五千万的卡来啊 我不是说了 我并不 林朱夏 这林氏集团总裁都换人了 你还说你 你当我们都变瞎啊 就是 林朱夏 你破没破产 恐怕白场的人 没有人比我哥哥更清楚了吧 所以 这个卡 肯定不是你 好啊 你们说这卡不是我的 那这卡也刚好有五千万 你们怎么解释 你们怎么解释 我想起来了高男人 阿姨之前 不是送完了同学 价值千万的运入医码 这同学 正是张氏集团的张总 说不定 这卡 是张总 送回来的回礼呢 张氏集团的张总 可是出零的大话吧 妈 张总啊 确实喜欢用钱回礼 我看 没错了 这卡 就是赵同志 哎 恰好这张卡送过来 这林初夏呀 他就将计就计想要冒利的 嘿 嘿 幸好被我们发现了 差点被他给骗了 你不要不说八道 张国货是喜欢送钱送卡 当回礼 但张国货 也应该是张氏集团的人来送 怎么会让林氏集团的人来送呢 妈 我觉得 初夏说的对 这卡呀 就是初夏让人送来的 我呸 绝对不可能是你初夏才送来的 他一个破了产的 绝对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再说了 张总 让林氏集团的员工来送 也不是没可能 咱们又不知道 人家两位总裁 私底下也没有交集 对 就是林初夏冒林 就是林初夏冒林 原来是这样啊 林初夏 你好歹度的心肠啊 差点真被你欺骗过去了 所以按照赌约 还是你输了 你 你们怎么能这么厚脸无耻啊 行了林初夏 你现在赶紧和我儿子离婚 跪出高家 妈 我不会认输的 我会证明这张卡是我让人送来的 证明什么证明呀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拖延时间 还不赶紧和高良哥离婚 我正好带了离婚协议书 我可以让林初夏净身出户 净身出户 净身出户 这个协议不错 林初夏 来 来你给我添算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给我闭嘴 真没你说话的份 林初夏 你愣着做什么 难不成 要我们帮你添 不 我不嫌 妈 你们别逼我了 这张卡 的确是别人给我送的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别说了 把你回家人错吧 老公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真的回这里 你等着 哎 林初夏 我劝你还是赶紧道歉 别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说了 不要道歉 赶紧还钱 李星总冤 你别吐我林星星 你们兄妹为什么不让我评你 这张卡是不是我的 我看 应该是奉卡的人告诉你 是要送给我 带着去你的连工 骗了他 现在还故意说 不知道 妈 春夏说的也有道理 就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证明吧 老公 还是你对吧 你放心 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心理 等我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理 行 先别说这了 改你证明吧 妈 还让他证明什么 林初夏 一个破了产的废物 没从又又没了 怕哪拿得出五千万 我看 有在外劳费大量的时间 直接用签字 滚出稿件 滚出稿件 哎呀妈 跟他废话干嘛 既然他不愿意签字 旅行主约 那我们尽数 帮他一把就是 李初夏 乖乖乖签字 离婚 否则 我们动起手来 可别怪五不言相惜悦 你放开我 我说了 我会证明了 你们不让我证明 还让我签字离婚 你们到底按的什么鞋 你放开初夏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 我闭嘴 等会你也得签字 妈 都是一家人 可没闹成这个样子吗 哎呀哥 你快闭嘴吧 既然你管不住自己的老婆 那就让我们帮你管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你给我签了 林欣欣 我上次就不应该心软放过你 现在你们要是再去做我和我老婆离婚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理 我好害怕呀 你一个破了产 又被赶出高家的废物 能打我们怎么样 赶紧给我签 李初夏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们了 哎 爸 你快让他们放开初夏 我们好好谈行不行 你给我闭嘴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离婚这个害人精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啊 小明 把他给我按住 今天 必须让他们把这个离婚协议给我签了 好嘞 你 你是老实做的吧哥 avi 老公 你没事吧 林初夏 你再凬抗 我都抽来你的脸 都给我呼双 刘 Verse 刘總监理 你怎么来了 林总没事吧 出家 您没事吧 刘总经理 你怎么来的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这样欺负林总 刘总经理 我问你 这张五千万的卡 为什么会落在林峰的手里 林总去提问 那个员工说 是林峰他主动要求送上来的 可是此事 我就马上赶了 施主下坚坊的 还请林总责罚 责罚就算了 但是他们都不相信 这张卡是我让你送的 现在你就告诉他 这张卡到底是谁让你送来的 是 高夫人高大少爷 这张卡是林初夏林总 安排我送来的 哎刘总经理 等等 林初夏 不是早就破产了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高夫人 林总他确实是破产了 但是这张五千万的卡 确实也是林总的 具体的原因 我不方便透露 天哪 这么说 这个动物还是里出现 没错 那里堵油已经不重要了 林峰 上次我就说过了 我心软放过 但是我说过 你要是再找上 我一定不会放过 我说到过了 丁李 这两个人 全部逐是回事 不要啊林总 我错了 是我愿不吃泰山 我出去放过我们 丁李 林初夏 我给你跪下了 求你 求你不要 让我们一家人离开北市 我 我保证 再也不招二顶和高老哥了 高老哥 求你看看 我也帮过你一次的份上 求你你饶了我们这一次吗 保镖 不错了 我不想 慢慢来 我就要 我 走 刚刚 你一直想和我签密封协议 现在 是不是该跟你道歉 嫂子 我们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高夫人 你们家这么喜欢开玩笑 既然这么喜欢开玩笑 他就难不成 我们林氏集团的项目 应该跟贵公司合作 刘总经理 你们误会了 高明 王小雨 你们俩对嫂子太过分了 还不赶紧 给你道歉 还不赶紧 给你道歉 对不起 宁总 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初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说了几次实话 他们也不信 现在不好解释 只能说谎了 妈 其实这五千万 是刘总经理给我的 因为之前在公司 我对他有提携车 所以他今天还肯过来帮我 不过 这人情 也算是疯了 嘿 原来是正乎的事 害得我白高兴一场 行了行了 不散了吧 老公 我公司员工具里面吃饭 我们现在过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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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